男人挤公交时 如生落入大兄之兆中 结果这一幕被对方的男友看见 我断用脸接住对方的拳头 在我体验飞一般丝滑之时 一亮月也急尺而然 换个一身又被高高地抛了起 马脉劈 出门没看黄历 看来今天是彻底完肚子了 在我意识彻底模糊后 却发现自己被回炉了 我带着记忆 重生到一个名叫荒谷的玄幻世界 首先介绍一下我的家庭成员 这个小屁还是我的弟弟 是个史诗级别的根本 一旦出生肯定是主角光环加深 以我对穿越小说的理解 只要做了男主的配角 那妥妥的要倒大眉 所以我必须努力修炼 才能拿捏住这个地步 这位富白貌美的正是在下母亲 她的来头可不行 是太白仙山的圣女 母亲手里捧着可是仙艺 只要喝下去 就能生出精壮的小宝宝 据说 这一碗仙艺 拿到21世纪可以买一套房了 这位奇貌不扬的正是我老爹 是他用密法 将我兄弟俩困在母亲肚子里100年 如今已过去97的年头了 还有三年我就能破夺而出了 接下来 请允许我隆重地介绍一下自己 还没等我把话说完 顿感巨花一紧 我回头望去 发现弟弟在吸食我的养料 握你马的 叔叔可以忍神神不能忍 我依靠几何拳打在对方脸上 忽然一声系统声响起 检测到宿主暴揍天选之人 获得30点反派积分 宿主获得神级之光 大帝之姿 大帝之姿开启 获得全属性十倍加成 恭喜宿主获得神级功法 33天造化绝 此时别墅外面也出现了异象 这可真是太神奇了 孩子竟然在腹中就能自主修炼 这绝对适得练武器材啊 汉的架势 最低也是圣级的功法 这妥妥的又是个绝世天骄 这小子 还没出生就给你爹长脸了 我吸收完功法后 转头看向弟弟 这系统可真不错 就是有点费弟弟 母亲肚子里一阵拍动 弟弟 你可不要怪哥哥 我要是不多长点反派积分 等你长大了拿我几天课怎么办 所以你一定会体谅哥哥的对吧 时间一晃三年过去 这是个风高月飞的晚上 一百年了 你知道我这一百年是怎么过的吗 没错 就是吃饭睡觉打地 现在也该出去霍霍一下别人了 婴儿刚出生就会瑟瑟 只因我是带着记忆的重生者 我老爹老娘都是大人物 用特殊秘法将我孕养在胎中一百年 可怜我那无知的弟弟 被我欺负了一百年 夫人 用力啊 马上就要出来 一阵体肤声传来 我终于来到了人世间 恭喜老爷是个大胖小子 老爹将脸凑了过来 我去 这是我亲爹吗 确定我不是投胎到五大郎家里 这要是随爹 我这辈子不就回了 不行我不能看他 据说多看美女会变帅 赶紧起开 快给我放个美女过来 细统提示 检测到负词自效 反派积分加两点 咦 这是什么情况 竟然还能加积分的 那丑就丑 有积分不算是傻子 我而力气可真大 果然是大地之资啊 就在这时 接生婆大惊道 夫人肚子里还有一个 这就双胞胎啊 接生婆用力地想把婴儿拉住 可婴儿似乎不想出来 夫人 二公子表示她还不想出来 我一把揪住老爹的脸 搞什么飞机 你们这边的玄幻正不正经 怎么剩一半留一半呢 那二货要是不出来 我以后的大积分去哪里搞啊 这石压环过来将我接了过去 大公子 我们去吃奶奶好不好 此时我哪还有心情吃奶 这狗东西要是不出来 我这个大反派以后也不用做了 在我手舞足蹈之时 不小心按到了奶奶 丁 宿主完成爱的捏捏 获得50点反派积分 呃 刚才系统提示什么 我瞄了一眼奶奶 然后将闲珠手伸了过去 丁 宿主完成爱的捏捏 获得50点反派积分 我顿时就羞红了脸 快点走 我现在 马上 立刻 就要喝奶奶 穿越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当然是做反派啊 穿越后我获得了反派系统 只要要做一些与反派相关的事情 我就能不断地辩解 和我一起的同胞弟弟是天选之人 如果他在电视剧里绝对是男一号的存在 不过有我这个大反派在 他只能给我不断地送积分 三年后我终于出生了 我无意中发现瑟瑟竟然可以获得积分 我摸了摸丫鬟的奶奶 结果系统提示 爱的捏捏获得50点反派积分 从此我踏上一条瑟瑟的不归路 此时秦家后院内 哈哈哈哈 大公子我在这里 大公子 快来抓我呀 我一把抓住一个丫鬟的衣角 然后用力地将他扯下 没想到对方竟然是真空模式 追云姐姐 你输了 丁 宿主完成绅士任务 获得200点积分 我缓缓撤下蒙眼步 这下应该够 反派积分已经突破3万点了 我伸手点向气血九重 系统显示 下一个境界是开源境 需要消耗3万点积分 在荒谷世界中 境界分为九大境 依次分别为 气血境 开源境 超凡境 灵武境 入道境 天宗境 元丹境 生死境和飘渺境境 而每个境界又分为九重天 三岁孩子能有什么坏心思 最多就是轻轻抱抱睡觉觉 丫鬟被我轻轻后 系统给出提示 宿主完成爱的轻轻 获得50点反派积分 碧玉摸了摸我的头 大公子以后不可以随便轻轻余生 追云修红着脸道 大公子才三岁 哪里懂得这些 我老脸修红 是啊是啊 我才三岁 哪里会懂这些 我最喜欢碧玉姐姐了 我想和碧玉姐姐睡觉觉 玩闹过后 三名丫鬟来到了澡堂 陪大公子玩了一天了 泡个澡真舒服 此时我偷摸摸探出脑袋 系统提示 完成绅士任务 获得反派积分100点 老铁们可不要误会 我可是正经人 主要是为了获得反派积分的 系统给出任务 捉弄沐浴中的碧玉 奖励反派积分200点 我大怒道 这到底是不是正经系统 我堂堂证人君子 绝对不会干出此等事情 这时系统又谈了出来 和追悦一起沐浴 奖励反派积分500点 嗖的一声我消失在了原地 看来这是正经系统 这时一只毛毛虫 出现在我手中 碧玉回头看了滚 吓得他直接从浴室了蹦了紧 系统提示 绅士任务完成 获得200点反派积分 我又来到追悦面前 追悦姐姐 我能和你一起洗澡吗 追悦有点害羞 毕竟大公子可是男生啊 这时追云开口道 当然可以 快过来 我帮大公子换衣 大公子才三岁而已 他哪里知道什么 哈哈哈哈 就是就是 我是个孩子 我能有什么坏心思 因 宿主完成绅士任务 获得500点反派积分 夜晚10分 我看着属性练版 今天又赚了不少积分 现在我已经达到开源境了 该选一步功法修炼了 我手指点向魅力逍遥 一股神奇的力量涌入我的脚步 正所谓做狼练好牙 做羊练好土 既然上天选择我弟做男主 那我就成为荒谷中最快的男人吧 搜的一声 我一下就串了出去 这速度是真快啊 以后要是遇到危险 我立马就能逃之夭夭 哇哈哈 一道公鸡向我起来 好在我昨天刚学了魅力逍遥 闲闲地躲过了公鸡 这时天空出现两拨人马 一方是皇室的人马 一方是我秦家的老祖 宝尼秋 你们皇室准备与我们秦家开战吗 小男孩只要与异性交流 就能快速提升实力 兵 宿主完成爱的青青 获得50点反派积分 这是一股能量涌 终于突破到开源境了 这时大夏皇朝上空雷云涌动 是谁在突破 竟然引起了天地一向 皇帝释放出神识 竟然是秦家那位天之骄子 他才三岁 就突破到了开源境 此子留步了 次日皇帝带着高手来到了秦家 老尼秋 你想和我们秦家开战吗 想必这位就是秦家的大公子了 皇帝刚准备伸手摸来 我一共闪身就躲到秦家老祖身后 好快的身法 三岁就突破到开源境 已经是史无前列 而且还将一门身法掌握到极致 不好意思 小孩子怕生 这是我探出小脑的 你就是皇帝陛下吗 皇帝微笑地回头 对啊 我就是皇帝 我早就听闻陛下你英明神武 高风亮节 舍己为人 坚韧不拔 一身正气 此处略过三千字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皇帝被我拍得哈哈大笑 这时我赶紧捕刀 作为英明神武的陛下 您过来做客不会空着手来吧 当然不会啊 我堂堂大下皇帝 怎么可能空手来别人家做客 两位老祖憋得满脸通红 因为他们可没少被我坑 今天终于轮到别人了 皇帝从衣袖内取出一个宝盒 宝盒打开后 里面金光四射 这是长空九剑 九剑分为 诛仙 杀神 灭佛 降妖 斩胜 追魂 伯魄 霍君 每把剑都是难得一见的绝世神兵 皇帝将九剑收起 这可怎么选择 要送哪一把给这小子 好像送哪一把都好心疼啊 算了我直接闭眼选一把给他吧 就这次 休的一声 皇帝手里的宝盒不见了 我一本正经地说道 多谢陛下赐的九剑 这皇帝太憋屈 被三岁萌娃忽悠 差点将裤衩都送给对方 一天前 天地一响 皇帝开启神识 发现秦家出了一个妖孕 三岁就突破到了太原境 死子太逆停 刘不得 次日皇帝就带领高手来到秦家 奈何秦家老祖出面 皇帝只能暗藏杀意 我躲在老祖身后 你就是皇帝陛下吗 早就听闻陛下您英零神武 盖世无双 一顿彩虹替将皇帝拍得哈哈大笑 我立马补充道 皇帝陛下来做客应该不会空手来吧 皇帝尴尬地愣在原地 随后他取出一个宝盒 里面装有九柄神钉 被世人誉为长空酒剑 皇帝正在纠结要给我哪一柄之时 搜的一声 我直接将宝盒抢货 多谢陛下赐的酒剑 我心里安心 老杂毛 还想喝小爷斗 今天看我不搓你一层皮 皇帝还准备上前解释 两位老祖立马上前 哎呀呀 真不愧是陛下 一出手就送出长空酒剑 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们秦家怕是回不起礼 陛下怎么会让我们回礼呢 他可是富有四海 岂会在意这点东西 也对 含钱呢就是在侮辱陛下 哈哈 正所谓礼轻情易重 我们意思到位了就行 陛下声名大义 海纳百川 一定会理解我们的 一定能的 我秦家日后定义陛下马首是瞻 谁要是敢说陛下坏话 我秦家第一个不答应 臭小子 还不赶紧给陛下磕头谢恩 我去 原来我只是弟弟 这秦家血脉遗传 一家老小全是大忽悠 我赶紧上前给皇帝谢礼 丁 宿主发扬反派精神 不给钱 明抢他人稀有神器 长空久见 获得一千点反派积分 皇帝哑口无言 这一家人还要点碧莲吗 这时我又开始作妖了 陛下 你有没有听过一条江湖规矩 长辈第一次见小辈 都会给小辈一份见面的 老祖不装一火 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的 皇帝彻底无语了 今天真是进了贼窝了 早知道就在宫里陪爱妃想饿了 我见皇帝没有动静 赶紧赌刀刀 没想到啊 皇谷第一强国的老大 看见小辈居然舍不得给见面了 皇帝可丢不起这个脸 赶紧同腰间取出一个碧玉葫芦 拿去吧 这个闺女 哇 天宝葫芦 这可是辅助类的神器 将其佩戴在身上 可以加快修炼速度 而且在战斗时还能快速地恢复灵气 这老家伙今天算是大出血 我赶紧抱拳行礼 此时皇帝就跟吃了响一般 嘴里还要说着不客气 系统再次响起 宿主乐于助人 免费替别人保管天保狐禄 获得反派积分一千 这时我又朝着皇帝看去 接下来再忽悠点什么好 皇帝顿赶紧被发凉 这小犊子又准备干什么 陛下 其实我还有一个弟子 皇帝立马干咳几声打断了我 正突然想起 有点急事 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转身就跑 我气运甘甜大吼道 陛下 我有空了就带我二弟去看宁 皇帝下了一个亮墙 差点从空中掉了下来 真的太可惜了 这么大一只肥羊就这么跑 穿越者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当然是做反派人 还有将主角踩在脚底 揉虐更爽的是吗 穿越后我得到了反派戏 因为小孩子的身份 我天天游离于女人堆里 那积分是层层地往上涨 消耗掉三万积分 我的实力直接到达了开源境 大厦皇帝见我太过妖腻 准备将我扼杀在摇篮 谁知他被我给反套路 将神兵 长弓九剑送给了我 可我老爹却不要碧莲地抢过宝盒 欢儿 你年纪还小 这九剑就让爹爹替你保管了 过去 老爹你可做个人吧 嘴上说着爱我 反手就将我的战利品收走 我故装可怜让他防我 老爹尴尬地愣在原地 这时老祖抢过宝盒 直接给了老爹一紧 没出息的东西 亲儿子的东西也抢 老祖直接将宝盒递给过 我委屈地接过宝盒 嘿嘿 我刚才哭了吗 那都是我装的 就在这时 天空突然出现异响 一到凤影直冲情家后院 老爹拍了拍脑门 哎呀 我既然忘记了 你娘还在生孩子 老爹急忙地向着后院跑去 此时我比谁都激动 我的主角弟弟终于要出来了吗 三年了 你知道我这三年是怎么过的吗 亲亲才给五十点反派积分 含泪偷窥才给一百点积分 就算一起洗澡早也才给到五百积分 我真的是太难了 于是我跟着父亲来到后院 此时在父亲怀里的弟弟感到了一丝威胁 他偷偷地朝着后方看看 只见我带着一身煞气朝他走来 吓得他在父亲的怀里不断拖腾 我人畜无害地说道 爹爹 能让我看看弟弟吗 老爹将弟弟捧了过来 我好奇地问道 爹爹 二弟为什么都不哭啊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我直接一巴掌拍在二弟的屁股上 二弟直接哇哇大哭了起 老爹责备 你怎么能打你弟弟 我委屈地说道 我也是当心弟弟出事 所以才拍了他一下 这时我露出诡异笑容 因为系统给出的积分我太满意了 丁 检测到宿主打了天选之子 获得100点反派积分 丁 检测到宿主打哭天选之子 导致他开口散掉天逐气 获得3万点反派积分 丁 检测到宿主破坏天选之子机缘 获得一次抽奖机会 果然 以前赚的都是小积分 只有柔虐主角才是发家致富的正确通道 母亲怀态103年 终于生下了弟弟 作为反派的代言人 我必须遏制天选之子的发育路线 爹爹 二弟为什么不哭啊 于是我一巴掌就拍了上去 弟弟疼得哇哇大哭起 这时系统响起 宿主打哭天选之子 导致他散掉天逐气 获得3万点积分 检测到宿主破坏天选之子的机缘 奖励一次抽奖的机会 得到积分后我回到房间 自从我突破到开圆镜一重后 修炼的速度就慢了下来 我打开系统面 现在反派积分点又涨到3万多 而且还多了一次抽奖机会 还好我奈欧皇弟弟及时出生了 要不然我真该为积分发愁了 我伸手向着抽奖点去 大转盘开始旋转起来 最后指针停在了斩天拔剑术上 恭喜宿主 获得了斩天拔剑术 我赶紧盘膝修炼了此 是海里出现一道虚影 开始不停地施展精妙的剑术 半个时辰后 我从顿物中醒了过来 好厉害的剑术 感觉自己的整体实力提升了不少 宿主花费3万点反派积分 成功兑换一个月的悟性光环 时间一换 一个月过去 这天老祖突然找上门来 乖众孙 太爷爷今天特地过来看你 听说你这个月一直在练习剑术 所以太爷爷过来指导女性 指导 本天才还需要指导吗 有着闲工夫 还不如将二弟的屁股借我完两天 这时太爷爷装了钱 修炼之人 切记不可有骄傲之心 太爷爷伸手招来几片叶子 一直点 树叶急速略飞出去 前方一开千斤大石 直接被斩成了树钻 看到了没有 这是太爷爷学会的第一门天阶武器 落叶纷飞 当年太爷爷不骄不躁 只用了十年时间 就将这门天阶武器练至圆满境界 太爷爷凭借这门天阶武器明动天下 这老头也太明装了 看来今天你要被打脸了 有一脚坐在地面 几片叶子飞了起来 刷刷叶子飞了出去 同样击中地面的石头 我不做疑惑地说道 落叶纷飞很难吗 这玩意还需要苦练十年吗 交涉盈利的生活 奈何上天给了我一个反派系统 只要我不努力修炼 迟早成为天选男主的摸刀石 当然这个男主正是在下的弟弟 只有不断地欺诈打压他 我就能获得大量的反派积分 时间一晃五年过去 此时我正在屋内抛药草 随后一股强大的能量溢出 直接将房顶积出一个大窟窿 太爷爷与我那便宜老爹都惊淡了 风儿已经不能用妖孽来形容了 五岁突破开源境 八岁突破超凡境 秦峰是很妖孽 但是他的弟弟秦浩似乎更妖孽 五岁就已经突破到开源境五虫了 俩兄弟没一个正常的 双双都打破了荒谷记录 我赤裸的身体走了出来 弟弟呢 我准备找他切磋一下 你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 劳资一年要给你修好几次房子 这是系统提示响起 恭喜宿主提升到超凡境 触发天命大反派史试级任务 挖出弟弟的至尊骨 奖励无敌从头 我一口老血吐了出来 麻麦批 你到底是不是正经系统 怎么能让我去挖亲弟弟的骨头 丁 至尊骨是可以破后利 重新再生长出来的 真的假的 我怎么感觉这么不靠谱 不行 我现在需要静静 两个老家伙都被整猛了 他刚才不是还要找弟弟吗 现在怎么又要找静静呢 静静又是谁 此时秦浩正躲在树上睡大觉 这小子果然躲在这里 我一个闪身跃上了树枝 哎 傻弟弟啊 不是哥哥想为难你 其实哥哥一直有个玩酷梦 奈何你是我反派大克星 为了自捧 只能牺牲你来为我提升修位了 我一巴掌狠狠地拍了下去 检测到宿主打天选只子的P 获得一百点反派积分 这是我见过最坑爹的两个娃 为了赚钱差点将老爹给救死 就在刚刚 哥哥 我们偷偷溜出去玩吧 我正愁该怎么赚反派积分时 秦浩就出这样的搜主意 闹事的街道上 爹啊 你死得好惨啊 路人纷纷过来围观 好可怜的孩子 这么小就死了爹 是啊 多可爱的两个孩子 真是命苦啊 众人纷纷争出钱财 半个小时后 俩兄弟开始盘点收入 哥哥 好多钱啊 我们去吃好吃的吧 可以啊 哥哥带你去吃竹笋炒肉怎么样 竹笋炒肉 好吃吗 当然好吃啊 就是炒起来可能有点废屁 秦浩满心欢喜 好爷 我最喜欢吃竹笋炒肉了 这时街上那个死掉的老爹醒过来 把周围的群众给吓得半死 快跑啊 诈尸了 流浪汉一头雾水 诈尸 我什么时候死了 为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 算了 不管了 肚子饿了 要饭去 这时秦家大院内 秦浩终于吃到正宗的竹笋炒肉 老爹狠狠地抽着弟弟 叫你瞎说 叫你咒你爹早死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我赶紧劝阻道 爹爹别打 都是孩儿的主意 与二弟无关的 这时系统给出提示 宿主无限天选之人 获得两百点反派积分 我一边劝阻一边乐开了花 爹爹 看在弟弟年龄显存上 你就放过他一次 哼 今天我非把他屁股打成花不可 老子打儿子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秦浩一边哭一边反派 臭爹爹 我最讨厌你 我上前为弟弟拂去眼泪 心里暗响 没有竹笋炒肉的童年事不完整 我娘风韵犹存 我爹夜夜生歌 吵得我与弟弟无法入眠 哥哥 爹爹为什么要压着娘亲呢 看他好像很痛苦的样子 我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爹娘他们在练功 无知的痘痘立马信以为真 那我要是打断爹爹练功 他是不是就没力气打我了 我愣了一下 不行不行 这样坑害弟 虽然能获得不少反派积分 但是老爹要是被打断 很可能会落下大毛病 秦浩见我不语 看来哥哥是默认了 嗖的一声 秦浩就消失在了眼前 下一秒他就出现在父亲床前 爹爹 你们在干什么呀 老爹吓得汗毛倒立 摩天大楼顿时就倒塌了 我去 他真的进去 这小子死定了 屋内传来惨叫之声 我的积分却是层层地往上走 算了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 哥哥也只能帮你祈祷 次日 我看着弟弟肿将的屁股 我一边上药 一边心疼道 我可爱的屁股 你可得快点好起来 要不然我的积分就没着落了 秦浩还不知道是我卖了他 哥哥 你对我真好 不像臭老爹 就只知道打我 我摸了摸秦浩的脑袋 傻瓜 这都是哥哥应该做的 毕竟你可是我的衣室父母啊 我缓缓凑秦浩 哥哥有个主意 保证可以让你报仇 秦浩一下就被我勾起了好奇心 什么计划 我不作为难道 但是毕竟他是咱爹啊 秦浩立马拍了拍胸腹 哥哥放心 出了事情我不会把你供出来 我干咳两声道 其实哥哥不是那个意思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 那我就告诉你吧 我将嘴巴凑到秦浩的边 其实爹爹有个小金 为了不让娘发现 他将小金铺藏到后院里的那棵大树下面 秦浩大喜过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次日 宝藏被挖了出来 母亲大发雷霆 好你个晴天 竟然敢瞒着我藏私房钱了 要不是浩尔告诉我 还不知道要被你忙到什么时候 什么 又是秦浩 这个逆子 看来我昨天还是下手太轻了 事后老爹拿着鸡毛档开启狂暴模式 逆子 你给我站住 可能是因为昨晚的事情 老爹两口发热 愣是追不上秦浩 这时我赶紧来救场 弟弟你怎么跑得这么急 出了什么事情 告诉哥哥 哥哥给你出头 就在这时一双大手抓住了秦浩 看来这屁股是保不住 丁 宿主无限天定之子 获得200点反派积分 半个月后 哎 自从那天之后 弟弟的屁股就一直没养好伤 我已经半个月没获得积分了 这可真是丑死我了 就在这时 空中传来一声兽吼声 一只凶兽拉着一辆马车快速飞来 车顶上坐着一位高冷少年 车内坐着一位可爱的小女 我心里安心 这不是天心成林家的座驾吗 他们来这里干嘛 这是系统提示响起 发现天选之子 等级史诗集 太好了 真是天上掉馅饼了 正愁去哪里搞积分 这送积分的就来了 父亲让六岁女儿嫁人 女孩当场实话 爹 我还是个孩子啊 乖女儿放心 爹爹很开明的 不会反对早恋的 男人乃是林家家主 林家与秦家是大夏皇朝里最强的两大家族 偏偏秦家出了两名大帝之姿的妖孽 反观自己的女儿虽然也是天才 但是与大帝之姿相似 还是略显不足 李星儿凝聚真气 一拳打在大树上 李星儿两手插腰 林三你快点夸夸我 护卫赶紧伸出大拇指 小姐果然天赋异禀 林三虽然只是一名部位 但她却是实打实的大帝之姿 林家主不耐地叹了口气 星儿好奇 爹爹为何叹气啊 哈哈 爹爹只是在吐卖真气 星儿 爹爹听闻那秦家大公子一表人子 修为再年轻一代 更是无人能及 九岁就踏入超凡境界 你可愿意嫁与他为妻啊 林星儿顿时就实话住 老爹 我还是个孩子 不小 你今年都六岁了 感情可以从娃娃抓起吗 爹爹不反对你们早恋的 哼 我林星儿绝对不会嫁给秦家大公子 就算我孤独终老 也别想让我嫁给他 半个小时后 林家主终于来到了秦家 难道他就是秦峰吗 长得好帅 不行 长得帅有什么用 本小姐的夫君 必须是美貌与实力并肩 让我看看 你是不是像传说中的那般厉害 你就是秦峰吧 听说你已经达到超凡境修为 这位是我新收的仆人林三 你敢不敢跟他打上一场 来证明一下实力 林家主急忙劝子 心儿 不得无礼 我看了一眼林三 他应该就是那名天选之子了 爱于秦浩是自己的亲弟弟 每次揍他都不敢用力 要是打残了没法跟老爹老妈交代 因此五年时间才打出24万积分 如今这人非亲非故 那我就无需对他客气 老爹在发现这林家主嘴上 说着不得无礼 但是却一点阻止的意思也没有 疯 那你就上去陪他玩玩吧 我点头答应 不至于我年龄相仿的天选之人有怎样实力 林三上前抱拳 秦公子多有得罪了 这时我开始凝聚珍奇 周身树叶被卷了起来 我果断使出太爷爷教我的落叶纷飞 鼠石片叶子急速地朝着林三飞去 林三急忙拔刀抵挡 一起拔刀斩斩出 将剩余的落叶全部击落 不过他身上的衣服还是被划出几刀头 心儿在后方鼓励加油 林三干得漂亮 快帮我好好教训一下他 林三刚才那一件应该消耗不小 趁他现在厚力不足 一举将其拿下 我一个魅影逍遥使出 瞬间就来到林三跟前 林三只能勉强飞剑抵挡 强大的后座力让他倒飞了出去 这时系统给出提示 恭喜宿主全打天选之子 获得200点反派积分 我快速地朝着燕城中扑去 趁你闭我要拧命 当燕城即将消散之时 林三飞剑向我砍了过来 我大惊失色 这小子怎么这么快就调整过来 看来天选之子小事不得 我一招灵空翻转 闲闲地躲过了这一剑 心而见林三取得优势 立马就活落得起来 林三快给我狠狠揍他 难道这就是反派被主角压制的感觉吗 现在烈士完全是没有兵器 看来只能使用他了 我缓缓举起手臂 剑 来 九道剑光凝聚成一道漩涡 急速地向我飞了过来 林家家主大惊失色 这不是大校皇帝的长空九剑吗 这神兵为什么会在秦家手里 出大事了 秦风放着如花似玉的未婚妻不要 非要去勾搭人家的小保镖 难道有钱人家的公子都这么会玩了吗 就在刚刚我与林三交战了三百回合 因为没有武器我略险下风 看来只能用它了 我缓缓抬起手 剑来 九道剑引朝我飞了过来 林家家主大惊失色 这不是大厦皇帝的长空九剑吗 九剑悬浮在我上空 一阵嗡鸣声响起 九剑合一 化成一柄绝世神兵 老爹在一旁沾沾自喜 不愧是我儿子 不枉大厦皇帝刺的九剑 林家家主只能在一旁酸溜溜地看着 林三自信地道 就算你有神兵又如何 你一样不是我的对手 是吗 那你试试看就知道了 我开始驾驭长空剑军 可老爹确实担忧了起来 风虽然天赋异比 但毕竟才九岁 如果强行催动坚决 很可能会驾驭不了 而咋 爹爹来助你一臂之力 我伸手阻止道 不要过来碍事 老爹尴尬地回到原位 我好像被人嫌弃了 随后我向神剑内凝聚真气 一招展天把剑术挥出 两刀剑气 装在了一起 剑气产生巨大的冲击波 老爹与林家主一人 夹着一个小朋友 远离了爆炸现场 烟雾消散后 地面出现一个巨大的深坑 随后林三手中的兵器 开始出现裂缝 砰的一声 老剑顿时化成了碎片 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 恭喜宿主 让天选之子的无敌 道心出现裂缝 获得反派积分十万点 我低的乖乖 道心出现裂缝 就给了十万积分 那我要是将他的腰子嘎掉 岂不是会获得几千万积分 我一个闪身就来到林三登前 今天就把你的腰子留下来 四次一伸 林三手臂多了一道伤口 丁 宿主打上天选之人 获得五百点反派积分 见到有积分竞争 我的攻势更加凌厉起来 林三身体不断出现伤口 我的积分也在不断刷新 当我正准备嘎腰子之时 老爹一把将我拽了回去 好了 刚差不多就行了 再打下去就要出任命 我丢 你拉我干嘛 我的积分还没刷够呢 林家主也急忙护住林三 这小子真是没轻没重的 别把我家林三给打坏了 他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天骄 林家主走了过来 秦兄 我们借一步说话吧 秦天顿时就乐开了花 哈哈 好儿子又给你爹争光了 他来秦林两家的结盟是稳了 这是林希儿的态度来了的大转变 秦峰 你刚才好厉害 但是我却魂不守舍地看着林三 这可是一动的反派积分啊 我都没有半点反应 他发现我一直盯着林三看 这时我指着林三 以后可以让你的随从长来找我玩吗 秦儿火冒三丈 姑奶奶是来和你相亲的 你竟然移情别恋看上了我的护卫 想不到如此俊俏的少年 却是个歪头鸡 说着就转身离去 女孩来南方家相亲 却发现相亲对象对自己的护卫感兴趣 以后可以让你的随从长来找我玩吗 秦儿火冒三丈 姑奶奶是来和你相亲的 你竟然移情别恋看上了我的护卫 想不到如此俊俏的少年 却是个歪头鸡 说着就转身离去 可是刚刚回到客房 却是听到了一个大消息 林家主准备将女儿改嫁给秦家二公子 秦儿听完大惊失色 爹爹你是不是将女儿当货物 林家主一过道 你不是不想嫁给秦峰吗 秦儿顿时压迈待着 女人说的话你怎么能当真呢 可是他支支吾吾半天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总不能现在改口说要嫁秦峰吗 那他还要不要避连 这时他话风一转 我可是比那秦浩大了两岁 要是这件事情传出去 那爹爹不是会被人给笑话 林家主哈哈笑起来 爹爹很开明的 不就是姐弟恋吗 正所谓女大三报金砖啊 秦儿继续找借口说道 可是女儿这样嫁过去 别人肯定会认为我们林家是在攀附秦家 认为你非要将女儿塞给秦家 大公子不要你女 只能下嫁给二公子了 林家主含怒吼道 谁敢对我林家指手画脚试试 我直接灭了他满门 老爹 你能不能小声点 你准备让所有人都知道吗 反正我是不会嫁给秦浩的 我表示的这么明显 老爹应该明白了吧 林家主乱了一下 难道你喜欢那个秦峰 秦儿羞疯脸道 那个自恋的家伙 我才不会喜欢他 作为钢铁直男的林家主 哪里懂得女孩的小心思 既然你不喜欢秦峰 那你与秦浩的婚事就这么定下了 秦儿含泪往外跑去 嘴里不忘喊道 爹爹你一点也不爱心了 直男老爹当场猛圈了 此时我正女弟弟在一旁玩过家家 听到两位家主的对话后 我才知道 原来我打生打死 结果相亲对象成了弟弟的老婆 难道这就是做反派的悲哀吗 罢了罢了 这爱情的婚 还是让弟弟来承受吧 我回头看来一眼林三 他才是我重头菜 哥友你就足以了 林三顿感巨夸一几 是谁在打小爷的主意 少年赢了招亲比武 结果到手的老婆却成了弟弟的未婚妻 可能这就是做反派的悲哀吧 算了 这爱情的婚 就让欧豆豆来承受吧 我回头看来一眼林三 天选之子才是我们真爱 哥友你就足以了 林三顿感巨夸一几 是谁在打小爷的主意 此时馨儿正在生闷气 因为林家主将她改嫁给情家二公子秦浩 她在草地上掰着花瓣 她喜欢我 她不喜欢我 她喜欢我 她不喜欢我 可掰到最后一半时 又轮到了不喜欢 馨儿一把丢掉花蕊 只有小孩才玩这种无聊游戏 当然林家主将女儿改嫁秦浩也是有原因的 秦浩拥有至尊骨 天赋比秦峰更好一筹 最重要的是 荒谷近年有一个流传 八年前血月妖孽就是秦峰 所以秦峰也成了大夏皇朝的眼中钉 至此林家主才更看好秦浩 此时我来到两位家主面前 父亲 我想带林三出去走走 馨儿见他们要出门 立马准备一同前往 两位家主立马打出首饰 准备给两个孩子制造机会 林家主对林三道 林三啊 那你就带馨儿与二公子出去逛逛吧 对了 还有那个大公子 我丢你老木 是劳资提的建议 现在我却成了陪衬品 意思是我沾了秦浩的光才能一起出门了 算了 为了反派积分我忍了 作为一个大反派 游走在两位天命之子间 我还是感觉到了巨大压力 几人来到市集上 当然这里并不是买菜的市集 都是卖一些天才地点 林药先要的市场 林三看上了一株林药 刚准备伸手去拿 我一把江七抢了过来 老板这株药草我买 这是系统提示 诉诸抢夺天选之子的林药 获得三百点反派积分 这样不仅得到了积分 还能以低价逃到真体 真的是不要太爽 接下来只要是林三看中的东西 我通通给他抢了过来 反派积分也是层层地往上涨 林三被我彻底整呜欲了 这秦家大公子 怕不是有大病人 难道他对我有其他想续 不行我得离他远点 这时希尔终于找到机会了 秦大哥 我想请你喝杯奶茶可以吗 作为钢铁直男 我一把将希尔推开 麻烦让一让 我家小三都走远 希尔气得就做嘴 秦风我哪里比那林三茶 不过他真的好慢 我就喜欢这么勇的男人了 可是我的眼里 却只有我的小三三 无知的欧豆都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卷入四角恋情节中了 人价一千万的破点 男子就花费888就拿了下来 就在刚才我带着两位天选之子 出去寻宝 我作为一个大反派 没有主角光怀 所以我只能在一旁简陋 只要两位天选之子 看上了东西 我通通给他抢了过来 可就在这时 两个主角同时看上了一个破点 二人开始争强起来 是我先看见的 乱说明明是我先看见的 我顿时也来了精神 仿佛LSP解锁了新姿势 这能被两位天选之子 同时看上的东西 肯定不是偶同货色 与其被这两位天选之子克死 不如用他们不讲道理的运气质寻宝 在他们欲望相争之时 我直接化身成了鱼翁 老板这个破顶卖多少 哈哈 是大公子 既然是大公子想要 那就888零食卖你 毕竟秦家是这里的地头蛇 他可不敢漫天要假 我二话不说 直接将零食丢给了老板 我觉得争抢 那肯定有他的不凡之处 03被我的豪汉给惊呆了 这破顶你连价格都不还 直接888就买下来 这里申明一下 一块夏品零食 就能让一家普通老百姓 一辈子吃喝不愁了 有钱也不带你这样任性的吧 这是系统提示响起 恭喜宿主 破坏天选之子机缘 获得一次抽奖机会 我心中暗信 这下是真的捡到宝 我急忙取出破顶观察 可却什么奇特之处也没看出来 我丢 要不要这样区别对待 凭什么主角能看出他是宝贝 到了我手中只能当作百贱 当我正在纳闷之时 秦浩突然将我喊醒 哥哥 能不能将破顶给我 这是我灵机一动 既然我看不出破顶的部分 那让欧豆豆帮我激活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我一本正经地说道 这破顶哥哥可是花了888买 哥哥也不让你吃亏 我出两个8 你就出那剩下的一个8 这破顶以后就先借你赢了 秦浩开心地答应了下来 完全没明白我在和他玩数字游戏 这时系统提示响起 宿主欺骗无知天选之子 获得500点反派积分 我感叹道 这脑子真是个好东西 这时我发现林三又开始淘宝了 还没等他问家 我一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老板打包 你这里的东西我都要了 林三顿赶紧被发凉 作为林家的仆人 他可是听说过贵族的特殊品好 他们就喜欢细皮嫩肉的仆人 尤其是那些特别优秀的贵族 背后玩的狂野程度让人咋舌 男人被男人盯上是什么体验 林三顿赶小邹居一己 作为林家的仆人 他可是听说过贵族的特殊品好 他们就喜欢细皮嫩肉的仆人 尤其是那些特别优秀的贵族 背后玩的狂野程度让人咋舌 我尝到甜头后 自然死皮赖脸地跟着林三 只要他看上了东西 我直接将摊位都打包了 但是林三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 难道秦峰真的是那种人 不行 再这样下去 我的清白早晚不 林三立马抱拳 秦兄 在下突然想起还有要事 就不多推秦兄了 我当然不知道林三心里的小九九 这林三今天怎么怪怪的 算了那我明天再去找他吧 当天晚上 林三吓得夜不浓泪 浑身子鸡皮疙瘩 时刻都将宝剑抱在怀里 生怕自己一叫过后 自己的清白就没了 自从他懂事业 就立志要当一个极品夫人 没想到这次来到秦家 差点就成了极品小兽 次日 我又来找林三玩耍 结果噩耗传来 林三竟然生病了 汐儿刺到分你 要不我陪你出去逛街吧 你就算了吧 我只要林三陪我 汐儿的智商瞬间归零 这秦风还真是出类拔萃 不尽美色 不畏强权 爱了爱了 这就是我的择偶标配 算了 既然林三没空 那我明日再来找他吧 此时林三躲在屋内瑟瑟发抖 完了完了 我的小邹菊威 熟日后 秦林两家的婚约通告天下 也代表两大家族正式联盟 林豪也带着大队人马 准备返回天星城 两位家主纷纷抱拳 行兄 就此别过吧 那林兄也一路小心 此时我的眼中充满不舍 我的三啊 哥以后会想你的 我的双核寻导器 以后就只剩下单核了 我用寒情默默的眼神看着林三 林三下得赶紧躲进马车 谢二好奇道 林三你脸红吗 难道马车里很热吗 林家人离开后 我独自一人来到房间 打开系统后 发现这短短的几天里 林三竟然为我创造了15万的反派积分 而且还有一次抽奖的机会 这样的快乐是二弟给予不了的 要是能离家出走和林三在一起就好了 算了 想那么多也没用 还是先把抽奖机会用掉吧 我舔了舔舌头 不知道这次能摇到什么好东西 转盘开始旋转起来 最后定格在大威天龙寺的字上 恭喜宿主抽中神机佛法大威天龙 接着我就被拉入幻境中 一朝 青色巨龙在宫中盘旋 巨大的人云正在伤 巨龙所过之处更是天风地霉 没等我反过来 巨龙一面朝我扑了过来 当我以为要被一体重表之时 巨龙静直撞进我的胸头 幻境破灭 我也大口大口地喘得粗气 这时我发现身上多了条金色盘龙纹身 这纹身配合上法觉就能使出神机佛法吗 我赶紧口奉法觉 当我念出大威天龙后 一股巨大的能量直接将屋顶击穿了 我顿感不妙 这屋顶前两天才刚修好 要是被老爹知道是我练功打坏 估计他饶不了我 我赶紧盘膝而坐 看来要装一下了 系统 马上帮我提升等级 一股能量从我体内爆发而出 这时老祖与老爹也感到 这孩子竟然又突破 真的是太弥天了 可老爹却在后方愁眉苦脸 我的房子 这才刚修好啊 这时系统提示响起 宿主突破33天造化第三层 花费10万点反派积分 宿主突破超凡近二重天 花费3万点反派积分 当我听到要花费13万积分后 顿时气血攻心 老子辛辛苦苦赚来的积分就这么没了 说着一头就往后栽了下去 四日 秦家与凌家结盟的事情也传到大下皇宫 朝廷上也发生了争执 秦家与凌家结盟 根本就不将朝廷放在眼里 微臣建议出兵 趁他们结盟还未稳定 将他们扼杀在摇篮 这时又一位大臣说道 秦林两家可不是指服的 要是那么容易对付 朝廷也不会放任他们主宰东西两国 而且今年来意向平多 预照着大争之事即将来临 现在不适合窝里斗 况且我们的大敌音乐皇朝近几年也是越发强大 最近更是出了两位天娇圣族 还请陛下以大局为重 皇帝也是头头不已 想要对抗音乐皇朝 就必须大下境内团结一心 可是这样将会给秦家那两位天娇足够的成长时间 嗨 要是我大下皇族也出几个天娇就好 就在这时 秦家的探子来吧 皇宫即将对秦家出兵的事情也传了回来 秦天没头紧索 按理说 我们跟林家结盟 大下皇族不敢对我们出手 毕竟音乐皇朝才是大义 看来皇族这次是准备壮士断腕 这时劳族指出关键点 现在以我们秦家的威望 一旦让这两个小家伙成长前 要不了多久就能压过皇朝取而代之 也许这就是他们被迫出兵的原因吧 我躲在门后将他们的谈话全都收入耳中 真的要开战了吗 那我要不要赶紧停路 但是这个念头只刚在脑海浮现 我立马就将他掐灭了 虽然我是一名穿越者 但是这八年来 秦家人对我也是有情有义 在这生死存亡之时 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这时我突然想到了什么 立马推门走进去 爹爹 老祖 我有一个办法能化解危机 老爹刚准备赶我出去 却被老祖一把拦了下来 疯了 你有什么办法说出来听一下 其实整件事情都是由我与二弟而起 是我们打破了平衡 才让皇族感受到了危险 只要想办法将我与二弟隐藏起 那么这场战斗自迎刃而解 这个道理我们也懂 但是隐藏起来也没用 大下皇族幼族是傻 除非你们真的死掉或废掉 没错 我就是这个意思 挖掉秦浩的至尊 后而后令 我终于要挖弟弟的至尊骨 为了这一天我已经等了八年了 老祖听完我的方案后 表示这个方法可行 可是老爹却是极力反对 浩尔他今年才五岁 他怎么能承受的 老祖叹气道 想要成就至尊弹何容易 一根至尊骨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浴火重生可能还有一丝机会 也许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浩尔可以通过至尊骨被挖隐藏起来 那份你准备如何隐藏自己 这个就简单了 秦家大公子极度二公子天赋 挖了弟弟的至尊骨为己用 被发现后逃离秦家 秦家老祖大怒 将秦峰逐出家门 并且通告天下发出追杀令 所有家主长辈都为之动容 如果秦浩至尊骨被挖 是承受身体上的创伤 那秦峰将是面对精神上的折磨 从此成为过街老鼠 遭受无止境的追杀 直到秦浩成长起来 秦峰才能重返家族 秦天立马否决了我的计划 我秦家不能为了狗婆 让你们兄弟俩来承受这一切 什么狗屁狂潮 劳资才不怕他 芬 你不要当心 爹爹一定会护你们周全的 即使是死 爹也不会让他们伤害你 父亲 为了家族 我愿意牺牲自己 即使背负万古骂你 芬也无怨无悔 系统都为我虚伪的眼妇 给出了掌声 恭喜宿主获得随身空间 老祖严肃地看着我 芬 你可知你这样做 将来要面对的是什么吗 一旦计划实施 就不可能有回头路了 我知道 你们已经赴了我八年了 正所谓温室里的花朵 是经不起考验的 不经历风雨 怎能见得彩虹 我虽然说的一本正经 其实心里已经急切万分 快点让我去挖制尊古靶 我要完成任务 我要获得积分了 这个新手村 我已经待了八年了 快点放我出去吧 外面的小姐姐 需要我去抚慰他们 老祖艰难地 堵出一个好字 仿佛身上的利器被掏空了 因为他知道 这是最好的方案 只有这样才能将 秦家的损失降到最低 即使最糟糕的情况出现 那也只是牺牲秦风雨 秦天内心彻底凌乱了 他急忙向老祖跪下哀求 因为他无法眼睁睁地 看着儿子被人追杀 同时自己还要装作 满不在乎的样子 对于秦天这种 顶天立地的男人来说 这样比杀了他更加难受 老祖 我求求你 一定还有其他办法 这一刻 我的心被划开了 原来在父亲的心里 我也是这么重要的 难道这就是父爱吗 我赶紧上前 将父亲搀扶起来 父亲放心 孩儿一定会平安回来 八年来 这一句父亲 是我发自真心的呼喊 我转身朝着门外走去 爹爹放心 儿子一定会回来 给你打氧气 就算我是个穿越者 你这个亲爹我是认定的 五岁弟弟让哥哥抱抱 结果哥哥却是一招 黑虎掏心 直接刺穿了男孩的肚子 在男孩震惊的目光中 我直接将他的 至尊骨挖了出来 这是系统 给出一连串的提示 宿主重伤天选之子 获得八十万反派积分 宿主挖出天选之子的至尊骨 获得一次抽奖机会 宿主挖出天选之子的至尊骨 完成史诗级任务 获得无敌从头 这时我发现 自己的眼睛发生了变化 瞳孔分裂出两个 仿佛能看透世间的本质 秦浩手中的破顶掉落 身体也跌倒在了床榻上 我的目光落在了破顶上 一眼就看出了它的本质 上一次我怎么研究 都无法窥探其中傲逆 这次一眼就能窥探破顶的秘密 没想到 里面竟然住着一个灵魂体 我刚想伸手将破顶收起 想了想又将手收了回来 算了 这破顶就留给你吧 虚弱的秦浩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他根本不敢相信 自己最敬爱的哥哥会如此对他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哥哥拿着至尊 头也不回地离去 当我离开后 破顶散发出一道柔和的光芒 开始治疗重伤的秦浩 这时天空下起了老婆大 我跪在父母的房间外 重重地将头刻在地面 此时母亲已经得知儿子今后的命运 她哭得气不成声 灵溪哀求丈夫 希望她能将我拦下 父亲将母亲紧紧抱在怀里 此时秦天正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她何尝不想拦下儿子 门外再次传来磕头的声音 夫妻二人紧紧相拥 这一刻 唯有眼泪能替他们减轻一些伤悲吧 灵溪不断捶打秦天的胸口 那可是从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现在要眼睁睁地看着她去受苦 还要被无数的修炼者追杀 门外再次传来第三次磕头声 我来到这个世界八年了 在这里我感觉到了家的温暖 亲戚朋友的关爱 为了保护这个家 我也是该离开了 爹 娘 孩儿不孝 今后的日子你们多保重 说得一个闪身就离开了情家 当我离开后 母亲的身影一下就冲了出来 她跪在地上 看着我离去的身影 久久不能释怀 随后她一头就栽倒在了雨夜之中 父亲抱着昆迷的母亲 芳 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爹爹与你娘亲都会等你回来 此时我回头看了一眼情家 再见了 情家 终有一天 我还会回来 这时老祖的传音进入我的脑海 孩子 天亮之后 情家对你的追杀令将传遍荒谷 你接下来准备去往哪里 老祖放心 我会离开大厦 前往音乐皇城 他们应该对情家的叛徒很感兴趣 我去音乐皇朝作物 算是为情家的未来添一份保障了 老祖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孩子 一定要活着回来 雨越下越大 而我的身影缓缓消失在了雨夜 为了保住情家 我不得已挖掉弟弟的至尊 事后我来到父母门前 爹 娘 孩儿不孝 今后你们多保重 说完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此时我回头看了一眼情家 再见了 情家 终有一天 我还会回来 次日 丫鬟来到情号房间 开门后 下个水平直接掉落在地 一道尖锐的声音传出 快来人了 二公子遇袭了 很快大家就得知了消息 听说凶手是大公子所为 你说的是情风吗 情风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他不是下一任家主的博二人选法 追云听到他们的对话后 心中一紧 大公子可是我从小看到大了 他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这时情天也阴沉着脸 转头暴怒说道 就是他 这个逆子 痛苦与愤怒交织在脸上 原本幸福的家庭 因为大下皇族的威胁 害得他们父子分离 如今大儿子在外艰难求生 二儿子承受挖骨之痛 作为父亲他如何能不怒 哭死一生 情天吐出一大口鲜血 直接就昏迷了过去 这时老祖也走不出来 情风心生妒忌 挖取弟弟至尊骨为己用 事情败露后 打伤护卫逃离了情家 传我命令 即日起 情风被逐出情家 同时发布情家追杀令 老祖三思案 现在二公子至尊骨已废 要是再失去大公子 我们情家害子 在大争之势立体 不必多言了 此子品行不正 他不配做我情家子弟 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 老祖心中满是悲凉 风此行背负整个情家的期望 一不小心就会粉身碎骨 过完今年 他也不过是个九岁孩子 老祖怀疑自己的决定 是不是太残忍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大夏皇朝 皇帝的笑声传遍整个皇宫 情家两位天骄一废一逃 真是天助我大夏 昨日还与大臣商讨 如何攻破情家 没想到情家就这么不攻自破 此时我已经离开情家的领地 积分终于突破100万 看来可以将33天造化 绝提升到大圆满 我毫不犹豫地点击兑换 随后一股灵气疯狂地开始向我勇 我耗费100万积分 终于将神级功法练至大圆满 还没等我高兴 树林不远处传来吵杂声 小姑娘不要害怕 割几个都是好人 只要让我们在你身上练会功 我们就会放你离开 我一个闪身就串了出去 很快我就来到一棵大树上 只见三个标形大海 正围着一个小姑娘 当我看清女孩的面容后 我去 这牛真不错 我确定了 这就是我的菜了 这时我开始吐槽起来 自从来到荒谷世界 八年都没看过导播大片 今天是不是要看一场现场表演 这时女孩的惨叫声 将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 差点忘记了 该是我英雄救美的时候 我一个月身 立马喊出口号 放开那个女孩让我 我话还没说完 一道身影赶在我前面 一脚就拆开了那个光头 我压麦呆在了空中 03你英雄救美也抢了 光头一脚就被镶进了地面 03拔出腰间的宝剑 将我思索半天的台词 也抢了过去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而等居然欺负一个小姑娘 你还被03给摔倒了 看着03的眼里全是小星星 我顿时就无语了 这剧情是不是就离谱 做配角就不配有爱了吗 做配角就活该单身吗 哪里来的臭小子 我们可是虎卫帮的人 你这是在找死吗 这时候放一个小弟 拿出一张画像 大哥你看 后面那人不是情家大公子吗 活捉情风 可是能获得十万零食啊 嘿嘿 哥几个今天壮大运了 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这小子 这时03也发现了我 他满脸疑惑 这情中对我这么执着吗 可是我不喜欢当兽啊 大汉见到漂亮姑娘就吃药 就在刚刚 三名大汉准备劫色 却刚巧被我与03撞见了 对方一眼就认出 我是情家大公子 这可是行走的十万零食 于是他们开始脱衣服 一人一颗丹药吃了进去 03一惊 他们吃的是狂暴丹 吃下狂暴丹 能激发人体的潜能 战斗力起码要翻上一倍 他们只是为了找乐子 吃狂暴丹是不是有点凶残了 03顿时就脑补了起来 他们该不会看上我了吧 最近我怎么老是遇到这些鸡哥 你们到底喜欢我什么 我敢还不行吗 不行 必须在他们狂话前 将他们全部击杀 03当小出手 嗖的一声 一道身影掠火 星光流走 直接破开三个大汉的喉咙 三人还未倒地 我的宝剑已经入窍 这波逼哥绝对拉马 这下应该能够吸引美女的目光了 随着几个大汉的倒地 系统给出提示 恭喜宿主击杀三人 获得三百点反派积分 03有点震惊 这才过去多久 她的实力又变强了 我将宝剑收进空间带中 凌兄 好巧啊 我们又见面了 这时那名女孩也走了过来 小女子指约 多谢公子救命之恩 指约小姐不必客气 路见不平是我等修炼者分内之事 此时我内心有一万只草泥满在奔腾 喂喂喂 是我出的手好吗 我虽然没有主角光环 也不用把我当空气吧 这时倒地的三人中 其中一人还未断气 你们准备承受虎卫帮的怒火吧 一只穿银剑 千军万马的响剑 一颗虎头 直接在空中炸开 今日 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我们帮主可是零武镜三重修位 她会为我们报仇的 指约有点当心 零武镜对于她来说 根本就是无法立敌的存在 指约小姐不用当心 我们会保护你 听到零三这句话 我直接将指约拉走 三个我给你点个赞 为所发育别浪 我一定会保护好指约妹妹的 零三顿时就猛圈了 这小子不将武德呀 我当然不能跟着剧本走啊 作为一个大反派 我没有主角光环的家常 但是我可以抢啊 这抢扭的瓜 感觉吃起来更甜啊 一只穿云剑 千军万马来相见 就在刚刚 我与零三从三名匪徒手中 救下了一名女孩 不料匪徒却在临死前 发出了信号弹 零三前脚刚保证会保护女孩 后脚我直接拉着女孩跑路 兄弟我给你点赞 你在后面挡住 我先带妹子离开这里 零三被我的操作者懵了 把我一个人丢这里真的合适吗 这时虎卫帮的成员 也看见了信号弹 看来有人发现秦峰了 大家先跟我走 一记等一下回来再找 秦峰可是价值十万零十 让他跑了那就推大了 零三看着我带着妹子远去 心里开始纠结起来 我现在要是跟着跑 那不是在妹子面前吹牛了 可要是不跑 那我不是留下来送人头吗 算了算了 还是先保住小命再说吧 行兄 你等我一下 紫园也转过头来 什么吗 原来他刚才都是在骗我 这时我的系统提示响起 恭喜宿主打断天选只子装逼 使其无法获得女神好感 获得500点反派积分 我去 这也能获得积分吗 感觉又解锁了新姿势 秦兄 我不明白 以你背后秦家的身份 为什么还要逃跑呢 我当然不能说我被驱逐秦家 于是我瞎边胡躁起来 依靠祖辈留下的威名去仗势欺人 算不上真男人 我秦峰要凭借自己的双手打出一片天地 这时系统提示再次响起 如此虚伪的反派 系统都给出了整声 恭喜宿主随身空间扩大一倍 这到底是不是正经系统 有你这么损人的吗 林三听完我的豪言壮举后 也是拱手佩服道 秦兄好志气 林兄抬举了 不过林兄为何会一人在此 为何没与林心而回天心城 不瞒秦兄 我是打算历练一番再回去的 只愿也插话说道 原来你们都是出来历练的 其实我也是出来历练的 这是我化身成为柯南 以我十几年阅读经验来看 这些天之骄子都出来历练 必定有什么宝物或遗迹要出事 看来我只要跟着这些主角混 倒是肯定能捞到不少好处 而且这个只愿看起来 也不是什么凡人 能被林三这位主角救下的人 说不定以后还是女主级别的人物 我在考虑要不要将只愿给骗到手 说不定以后就不用努力 后半辈子直接吃卵饭那起步快哉 我看了看只愿 这身上穿的可都是名牌啊 而且又是一脸傻白甜的模样 这绝必是个有背景的大小间 我开始歪歪起来 这软饭我吃定 谁敢和我抢我就和他挤 我对着妹子使用隔空取物 一块纵想丝滑的布料出现在我手中 这个神迹我表示爱了 刚刚我与林三紫月三人 被虎卫帮的人追杀 从白天逃到了黑夜 我们找到一个山洞准备露宿一晚 凭借我21世纪的手 亲自帮紫月烤了一只烧鸡 因为白天的事情 紫月对我的好感也是急剧上升 我看着紫月狼吞虎咽的样子 小牛你就吃吧 现在吃了小爷的鸡 我将来吃你的软饭没毛病吧 这时我向林三提出建议 林兄 今晚我们二人守夜 我负责手上半夜 下半夜有你来怎样 林三没有拒绝 点头答应了 我掀开洞口的藤蔓 静止走了出去 我突然想起 上次挖了弟弟的智增 还得了一次抽奖机会 一直忙于逃命没有时间 今晚趁着守夜时间把奖给抽了吧 我一边腿着烧鸡 一边将系统换了出来 点击抽奖后 大转盘快速地旋转起来 系统提示响起 恭喜宿主抽中神级倒数 隔空取物 下一秒 我发现自己的眼睛发生变化 隐藏在石壁上的矿石 我竟然能一眼看穿 一招隔空取物施展 矿石就被我取了出来 这功法有点牛啊 难道这就是小说里常见的透视眼吗 我转头看向山洞内的纸鸣 这是一道邪恶的想法从我脑中游升 我心里开始歪歪起来 这系统送的功法老不正经 不过我很喜欢 随后我伸出一条手臂 隔空取物施展而出 一块丝滑的布料出现在我手中 抓在手里还热呼呼的 这时紫园也感觉到了不对劲 胸口处突然就感觉凉嗖嗖的 当他打开衣领一看后 发现自己的小肚都不见了 这时他将目光一向了03 这里只有我们三人 行踪他在洞口首页 我身边就03一人 那偷走我肚兜的肯定就是03了 紫园想也不想 直接一巴掌就盖了过去 睡梦中的03被这一巴掌给打懵了 我故装不知地走了进来 这时系统提示响起 宿主栽赃天选之子 使其获得女神厌恶 奖励反派积分五百顶 我一边啃着烧鸡一边询问道 紫园姐姐你怎么了 为什么要打03了 紫园怒气冲冲地指着03 03是个淫贼 他偷了我的东西 少年刚刚学会隔空取物 竟然就去偷女孩的围裙 这丝滑般的感觉 还是热乎的 女孩顿感胸口一凉 发现自己的围裙不见了 他看来一眼身旁的03 山洞内只有03一人 看来就是他偷的 于是紫园一巴掌就扑了过去 响亮的耳光将我吸引了进来 我故作不知地问道 紫园姐姐你们怎么了 紫园指着03 他偷了我的围裙 说完就羞红脸朝着洞口跑去 我故装不知地询问03 你到底对紫园姑娘做了什么 为什么他要打你 03无辜地扣了扣后脑勺 我也不知道啊 刚刚我都已经睡着了 紫园姑娘突然就给我一个大逼东 就在这时 山洞外传来紫园的尖叫声 03一马当先就冲了出去 哇 紫园姑娘出事了 我有一股骂娘的冲动 这主角光环也太明显 才刚让紫园对03产生厌恶 这马上就给他安排一个英雄救美国任务 看来想抢夺女主还是任重到远了 我立马开启神级身法 一个闪身就超过了03 03也是一惊 行风这是什么功法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山洞外 一只巨型老虎正向着紫园扑去 我一个闪身就搂住紫园 当然现在还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 我一个深蹲 猛然一跃高高地跳了起来 紫园被我这么抱的 内心也开始小鹿乱撞起来 随后我稳稳地落在树枝上 白虎也因此扑空 撞在了树干上 紫园姐姐你没事吧 我没事 多亏秦公子来得及时 这时白虎的撞击让大树产生幻动 紫园一个晾强 差点掉了下去 好在我及时出手扶住了紫园 这时我突然一惊 这手感有点不对劲 为什么会这么柔软 我赶紧将手抽了回来 随后瞄了紫园一眼 对方好像没有发现 这时零三也赶到了 秦兄 这乃是剑吃虎兽 实力已经达到超凡九重 我们只有联手才有一战之力 紫园看了眼剑吃虎 心中开始担忧起来 这时我心中开始盘算起来 看来装逼的机会又来了 只要把握好这次机会 说不定女主角就彻底倒戈了 从男主手中抢夺女主 应该能给我带来不少反派积分吗 零三啊零三 兄弟我只能不厚道 这是我见过最悲催的天命主角了 老婆被抢不说 还要背锅扛伤害 还有比这更惨的主角吗 作为一个大反派 想要从男主角手中抢老婆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为了在纸约面前装逼 只能暴露出自己的实力 我一跃从树上跳了下去 零三见我独自一人 面对剑吃虎也是着急了 秦兄 你不要任性了 超凡九阶的剑吃虎 不是你一个人能对付 我们还是合力将他击杀吧 与主角合作 只有脑残才会做这种事 我一个扶身 手握剑柄 斩先把剑吃虎对施斩了不来 本以为可以轻松秒杀剑吃虎 可没想到对方的防御实在太高 只在剑吃虎身上拨开了一道口 受伤的剑吃虎也爆发了凶行 猛地朝我扑了过来 指缘吓得大惊失色 秦公子 快点躲开 这时零三也从树上套下 秦兄莫光 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我心里一惊 这小子这时候下来干嘛 难道是准备抢人头 不行 我可没有主角光环 这人头要是被抢 那我之前所做的一切 不就复制东流了 看来我要放大招了 神级功法大V天龙直接使出 巨大的金龙虚影出现 金龙直接朝着剑吃虎出去 剧烈的风云声传遍了整个伤 烟尘散去后 剑吃虎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系统给出提示 恭喜宿主阻止天选质子装逼 使其无法获得女神好感 获得500点反派积分 林三有点固感知心的看着我 前几日他们的实力还在伯仲之间 才几天过去 他竟然能击杀超凡九阶了 这波操作直接将毕格拉满 职员崇拜地来到我面前准备要抱抱 此时我发现自己两腿发产 这大招的消耗也太大 上一世我与女友大战三天三夜 也没有如此腿软过 看来这大招以后还是少用点的 就在这时 红林中突然传出掌声 虎卫帮的一众人员走出来 秦公子真是好身手啊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我虎卫帮的三位兄弟是被你们杀的吧 今日你们要是给不了交代 那就别怪我不给秦家面子 这时我灵机一动 手指向林三 这位是我大哥林三 只要我大哥还活着 你们就别想动我一下 说完我就开启落人增压 拉着纸鸳一溜烟就没影 系统给处提示 宿主算计天选之子 获得两千点反派积分 此时林三心中一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 秦峰 你这干的世人能做出来的事情 做反派最快乐的是什么 当然是让男主背黑锅 然后带着女主去黑黑黑了 林三被我给整无语了 这秦峰也太不要避连了吧 虎卫帮帮主让小弟去追我 自己则留下来对付林三 林三刚想解释与那秦峰部署 但是虎卫帮的帮主已经杀过来了 小子拿命来吧 此时我正拉着纸鸳在林间狂奔 我心中不断祈祷 三啊 你可要争气一点 为我们多拖延一点时间 纸鸳有点当心道 我们这样走了 林三公子会不会有事吧 纸鸳对于卖队友还是很抵触的 我可就一点压力都没有了 纸鸳姐姐放心 林三有主角光环加持 不会轻易死在这里呢 就在这时一把斧头袭来 我急忙挥剑底 原来是虎卫帮的成员追赖了 不过这些都是小卡拉姆 几个回合全部被我解决了 当我拉着纸鸳继续逃跑之时 一枚暗器命中的纸鸳 纸鸳当场就昏厥在地 我回头一看 发现竟然是虎卫帮的幸存者 惨怒朝着对方打出一拳 那人直接倒飞出去 重重地砸在树干之上 我也不管那人的死活 赶紧将纸鸳抱进怀里 喂 亮女 你怎么样呢 当我抱起纸鸳 准备找个安全的地方 这时发现自己两脚发产 刚才为了击杀剑之虎 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这时系统给出提示 检测到宿主体虚 宿主可花费1000点反派积分 兑换一枚天保单恢复体力 我大喜过望 这次系统终于干了一回人事了 才1000积分 赶紧帮我兑换了 叮咚 恭喜宿主兑换天保单一枚 服用后可恢复百分十的体力 我顿时无语 就说这系统会这么好心 看来是在挖坑给我跳了 算了 现在救人要紧 赶紧再给我来九枚天保单吧 半个小时后 红鸣中 一只咸猪手正放在不该放的地方 这系统给的救人手法是不是太为止 人家小姑娘明明伤的是后背 你非要让我置他前面 还好我是个坐怀就乱的证人君子 全套治疗过后 我将止愿的身体翻了过 没想到这效果还真好 我举起手回味了一下 这真空的手感真不错 懂得都懂啊 为了救治女主 我帮她做了一套胸部按压法 之前偷了她的围裙 现在系统又让我做出这种事情 这手感真是绝了 嘿 我是证人君子 都是狗系统逼我这么做的 我将止愿翻过身来 发现她的伤口真的愈合了 安顿好止愿后 我还是不放心林三 于是我还是折返回去找林三 战斗现场并未发现林三的尸体 看来天选之人不是白叫的 这可是越了好几届战斗啊 这是远处传来马提升 快一队人们就来到了这里 听说了吗 一个叫林三的天骄竟然打伤了帮主 现在她已经去往遗址了 我们要赶紧过去 不能让她抢先机 听到有遗址 我一跃就跳了下来 各位大兄弟 方才听你们所说的遗址是在哪里啊 能不能也带我过去一下 哪里冒出来的野孩子 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大哥 那人是秦峰 说完就朝我杀了过来 还真是踏破铁鞋屋密封 得来全部费工夫 还没等几人高兴完 一道极快的剑影赏过 几名山贼的脖子全部出现血痕 一群乌合之众也敢在小爷面前叫嚣 我已经给你们机会了 可惜你们不懂得珍惜 很快我就从尸体上找到了一张地图 这是枯雪山遗迹 林三应该就是去这里了吧 算了 先收起来吧 等我抽空了再过去看看 回到纸鞋所在的里 发现她还在睡觉 刚好趁着现在有时间 看看能不能将至尊骨给融合 毕竟是清宣帝 这至尊骨应该不会排斥我吧 接着我从腰间拔出小刀 狠狠地就扎进胸膛 随后我直接将手伸进胸膛 我丢 这也太酸耍了吧 接着我用力一成 整块几两骨都被拉了出来 接着我立马将弟弟的至尊骨安装了进去 一股钻心的疼痛起来 我喷出一大口鲜血 接着我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直接就昏迷了过去 女孩一觉醒来 发现小龙包上多了一个爪子 秦宫你无耻 竟然趁我受伤 对我做出此等无理之事 说着一脚就将我踢开 当我的身体翻转过来之后 紫园发现我的胸膛全是血刺 到底怎么回事 秦宫他怎么受伤了 紫园伸手探了探我的鼻息 还好 看来只是昏迷了 这时紫园才想起来 我之前好像被带毒的暗器所伤 现在我身上的剧毒解了 而且伤口也全部愈合了 紫园尝试运转灵力 发现体内有一股不属于自己的灵力波动 应该是秦宫为了救我将灵力度给我的 难道 秦宫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吗 看来我是错怪他了 就在这时 我体内的灵力开始暴躁起来 眼看就要暴体而亡 这时紫园也发现了我的异常 秦宫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这 看来只能用出内招了 说着就解开上衣 然后 当然就没有然后了 只是简单地镀个灵力而已 所谓的脱裤子放屁 多此一举 很快我就平静了下来 半个小时后 我终于醒了过来 此时我还在回味刚才的手感 这只手我决定三年不醒 这时紫园突然指着我的眼睛 秦宫 难道我长睁眼了吗 这是一只蜜蜂从我眼前飞 只感觉蜜蜂的动作异常的缓慢 我随意伸出手就抓住了它的翅膀 奇怪了 这蜜蜂的速度为什么变得这么慢 这时紫园却突然惊讶开口道 秦宫 你的手速好快呀 开玩笑 加上上一试 我这单身三十几年的手速能不快吗 难道 难道不是蜜蜂变慢了 看来这尊骨开始发挥功效 我的身体力量提升了不少 就连从头也被强化了 这么剑的要求真的头一回剑 我竟要求未来老婆扇自己一巴掌 而且还是很用力的那种 原来就在刚刚 我融合了至尊骨 至尊骨不仅加强了我的力量 而且还让我的从头进肩了 所有的事物在我眼里都变得异常缓慢 所以我才向紫园提出打脸要求 紫园有点莫名其妙 难道秦宫受伤后脑袋突然就不好使了 这么剑的要求 我还是满足一下他吧 说着一巴掌就呼了过来 在我看来 紫园的手掌开始缓慢下来 我微微抬手就接下紫园的小手 果然如我猜想的那般 看来从童真的进阶了 紫园被我搞得有点迷糊 不是你叫我打你的吗 怎么又不让打你了 我突然大笑起来 哈哈 紫园姑娘的小手可真滑呀 我都有点舍不得还给你 紫园被我说得满脸通红 赶紧扯开话题了 那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冒险 我带你去秘境寻宝怎么样 紫园也是出生牛犊不怕我 兴奋地点头答应 于是我取出之前从山贼手中抢来的地图 很快 我们就来到秘境的入口处 这时系统提示响起 宿主出发反派任务 抢夺天选之子的宝物 奖励黄金宝箱一个 我心里暗倒 林三果然进了秘境 难怪他不跟着林家人一起回去 原来是躲在这里挖宝啊 紫园伸手试了试 原来这就是秘境了 我还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里面真的会有宝物吗 当然啦 我可是亲耳听那群强盗所说 里面可是有不少好宝贝 走吧 我们进去了 进入传送门后 进入眼帘的全是山石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 发现这里有个石碑 上面写着山戒两个大字 石碑后方还有一个湖泊 我大喜过望 竟然传送到了山戒 我记得秦家古迹记载过 孤雪山遗季中有一个灵池就叫山戒 灵池中有龙脉之眼 可以帮助修炼者突破修为 如果男女双修的话 更是能够事半功倍 我之前施展的大威天龙可是伤了根基 而且这尊谷也还在融合阶段 现在我的体内全是隐患 如果在遗迹中遇到火卫帮的人 那我还怎么与他们争抢 说着我就开始脱衣服 而我还不知道 紫月与我传送到了一个地方 紫月进来后开始四处打量起来 我自然还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 幸好我从小就热爱学习 整天游历在芝士的海洋 没有渊博的芝士 那今天就与这灵池失之交辟了 为了不让灵池被污染 我吞下了八年从未洗过的小妹妹 可就在这时 紫月突然转头问道 秦宗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 我顿赶紧被发凉 拖散妹妹的手也扒着 秦老六这次玩大了 把女主给骗进水池挽起了双修 就在刚刚 我准备进去灵池修炼 将我那珍藏八年的小妹妹拖了下来 刚巧被刚进来的紫月看见了 哇 好白呀 我看不见 我不想看 说着还赶紧用手捂住了眼睛 只是眼睛实在太大 根本就捂不住啊 我听到紫月在后面尖叫 直接冲过去将她抱起 随后扛着她一起跳进灵池中 紫月被我的嘴巴吓唤 她在水中不停地挣扎 慢慢地就沉入水中 我准备上前将她救起 不料紫月直接给我来了一剂撩鹰腿 接着紫月就浮出水面 满脸羞怒地说道 秦峰 你想对我做什么 我还没从刚才那一脚中缓过进来 你刚才叫那么大声干嘛 万一将虎卫帮的人引过来怎么办 紫月也发现是自己失态了 原来你推我下水时为了保护我 紫月也知道是自己理亏 缓缓地靠近过来 刚才我有没有伤到你 要不我给你上点药吧 我赶紧沉下身子 还是不用了 那里不方便上药 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 那你就退去衣物陪我一起修炼吧 紫月满脸通红 脱 脱衣服 陪你泡澡吗 这是不是太羞耻了 我继续解释道 不脱衣服 林立很难被身体吸收 而且这个凌迟男女双修的话 效率会提升好几倍 紫月叹了一口气 我在想什么呢 秦峰他今年才八岁 他哪里会懂那些事情 看来是我自己想多了 那好吧 我们一起修炼吧 这是系统提示响起 恭喜宿主红天良家少女 获得三百点反派积分 这个系统说的是人话吗 我堂堂证人君子 怎么就红天良家少女了 当我转头看向纸鸳后 我去 这谁顶得住啊 很快 我们就进入了正题 时光飞溅 一晃三天时间过去了 我感觉林立快要将我的丹田称爆 猛然间我睁开了双眼 超凡净三重给我破 系统提示响起 恭喜宿主突破超凡三重 获得一千点反派积分 恭喜宿主协助天选之子的女神突破超凡净 顺利夺取女神好感 获得五千点反派积分 恭喜宿主截断天选之子姻缘 获得五千点反派积分 为了加快修炼速度 我将女主骗进林池中一起双修 经过三天三夜的修炼 我终于突破到超凡净三重 紫园也成功进接到了超凡净 而我们的突破也引起震荡 在附近寻宝的舞者也感应到了 一季内怎么突然震荡起来 难道有什么宝物要出事了吗 大家快点过去看看 当舞者们赶到现场后 发现这里的湖泊不见了 待烟尘消散后 我与紫园也显露在大家眼前 舞者见我们衣衫不走 也是呆愣在了原地 这两个小年轻可真会玩了 山体都被他们给玩蹦塌 紫园顿时就修红了你 诸位不要误会 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般 我们只是在这里双修而已 这是一个舞者认出了我 他是秦峰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秦峰 要是能抓住他 那岂不是发大财 紫园很好奇 为什么一说你是秦峰 他们好像就很针对你的样子 我当然不能说是秦家悬赏抓我 也许是我长得太帅的原因吧 只愿无语 都这个时候 还有心情开玩笑 秦公子 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不如乖乖投降算了 一会动起手来 刀剑可是不长眼 呵呵 你们确定能伤得了我 我刚刚突破 正好拿你们这群人练练手 说着就从空间内取出酒剑 之前一直使用融合剑对敌 今天正好人多 可以试试酒剑拆分后的威力 既然秦公子敬酒不吃 那我们只能请你吃罚酒了 兄弟们 别弄死了 留一口气再就行 说着我打开酒剑 酒饼神兵出现在我面前 在我挥手的瞬间 酒剑直接飞向人群 一颗颗人头直接飞了起来 这是什么神兵 为什么会这么强大 五指门剑不是对手 全部下的四处逃窜 接着系统提示不断传来 杀一人就有100积分到账 半个小时后 恭喜宿主击杀232人 获得233反开积分 清理掉所有人后 我将酒剑重新喝并且 紫园姑娘 我们离开这里 嘿嘿 这波比格绝对拉满 不要崇拜泽 哥只是一个传说 大白兔妈妈被一群男人捆绑 真是没想到 刚进来秘境就抓到一只 刚生产的兔妖 与此同时 我与紫园也躲在一旁 看到了这一幕 五威帮这群人渣 竟然对一个刚分娩的母亲下手 不行 我们要想办法救救她 你想救就去救啊 掐我手臂干嘛 说着我就往紫园的大腿掳去 你掐我手 我掐你大腿很合理吧 可就在这时 一声惨叫声团来 五威帮的人向兔妖出手了 好好的大白兔就这么被捅坏 说着再次拔出 又再次插了进去 紫园终于看不下去 你们这群人渣 竟然如此对待一位刚分娩的母亲 这不是秦大公子吗 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 本来以为能获得兔妖单 已经是意外之喜 没想到还能有其他收获 上次有那个林三护诊 这次我看看还有谁来救 说着一掌就向我劈了过来 这虎卫帮帮主也太会脑本了 你连林三都打不过 还想在我面前装 我拉着紫园一下就躲开了攻击 狗子 你的速度太慢了 这样可伤不到我 说着又再次朝我扑了上来 紫园 你去救人 这些人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说着虎卫帮帮主就开始施展功法 有点意思 竟然还有猛虎虚影出现 接着我一声暴歌 一道金龙身影在我背后浮现 怎么样啊 我的是不是比你大 也比你威猛啊 这个臭小子 还拐着弯骂我小 叔叔可以忍舍舍不能忍了 小子吃我一记猛虎下山 我直接一招大威天龙打出 这一次我实力精进 终于不会像上次那般厚力不足了 可怕的冲击力 直接将虎卫帮帮主机飞出去 连同后方的帮众也受到了牵连 半个小时过后 地上全部都是虎卫帮人员的尸体 这时系统提示响起 恭喜宿主斩杀88人 获得8800点反派积分 哎 我本不想多造杀孽 要怪就怪你们跟错了人吧 这时纸鸳也扶着兔妖走了过来 兔妖深深地向我行为一礼 多谢公子救命之恩 今日我来到秘境 是为了这颗血菩提树而来的 这血菩提能够酝养魂灵 我想摘一些给我孩子使用 只是我刚当生产很虚弱 所以才被那帮人给抓住了 公子能不能赠我十枚血菩提 我思绪了一帆岛 看在母爱的情分上 我是应该送给你的 但是你作为一个母亲 也不希望将来孩子 有不劳而获的思想吧 所以我想到一个好办法 一颗血菩提就以十万颗 几品零食兑换好了 只愿当场被气住血 你这是赤裸裸地抢劫啊 兔妖摇了摇头 可是我没有零食啊 没钱吗 那也没事 你和我说说看 你手里有什么值钱的宝物 我们可以用来兑换呢 兔妖有点尴尬地站在原地 我丢 不是吧 好歹你也是只大妖啊 怎么能穷成这样 算了 你自己去摘吧 不妖顿时一喜 难道恩公愿意送 我当然不愿意啊 但是你有钱吗 好了 没钱就不要问这么愚蠢的问题了 兔妈妈因为奶水不足 就准备将自己的孩子送人 就在刚刚 我从强盗手中救下了兔妖 原来这只兔妖是只妖王 只是刚生完兔宝宝 所有处于虚弱状态 为了给孩子寻找灵头 所以才会被那群强盗抓住 紫园看着三只可爱的兔宝宝 也是爱不释手 这也太可爱了吧 说着就伸手撸了起来 兔妖见状到其小兔子塞给了紫园 你要是喜欢就送一只给你吧 也不等纸愿拒绝 直接转身就离开了 搞得纸愿也有点不知损措 这兔妈妈心这么大吗 自己的孩子说送就送了 同时我的系统提示响起 检测到宿主获得妖兽幼崽 资质使师级 以为宿主绑定成功 我顿时一惊 就这么一只小白兔是使师级的 我二弟情号好像也才使师级吧 看来这次赚大发了 这时系统又出来泼龙水 鉴于宿主幼崽为使师资质 勤务投喂普通食物 务必以天才地宝为养 我的脸顿时就垮了下来 这妥妥的一个吞金兽吗 没点家底还真养不起啊 紫月见我一直不说话 于是他拉了拉我的衣袖 秦峰 你看这该怎么办吗 我笑了笑道 你要是喜欢 我们就养 话当然要这么说 就算紫月不喜欢我还是要养的 毕竟这可是使师级妖兽 那行 我们就收留他吧 应该给他先取个名字吧 我想也不想 这活天天都要吃天才地 干脆取名叫饭桐好了 紫月当然不同意 小兔子这么可爱 怎么能叫饭桐这么难听的名字 还是叫他小白吧 小兔子呆萌呆萌地看着二人争吵 最后我只能做出让步 那他以后大名叫饭桐 小明就叫小白吧 就在紫月还想争辩之时 不远处一道惊雷传遍了整个秘境 许多修士都朝着惊雷的方向赶去 哼 天心成林家竟然敢吃毒食 也太不把我们西门家放在眼里 他们好像是冲着林三去的 我们要不要也过去看看 去是肯定要去的 但是我们不做出头鸟 我拉着紫月一路吻随 直到跟着他们来到一处山洞外 看来今天我要做一次黄雀了 我前脚刚与男主的女人双修 后脚又准备抢她的机缘 为了阻止主角的发育速度 我是万万不敢松懈的 跟着一群修士来到了一个山洞前 林三他果然在这里找到了宝物 奇怪的是 林三竟然主动让出宝物 我有点好奇 作为主角怎么会这么轻易让出宝物 其中肯定有猫腻 按照小说剧情来看的话 若是男主被人虎口罗食 还表现得如此淡定 那不出意外的话 有人就要出意外 只愿有点当心道 林公子那边遇到危险 我们要不要去帮他一下 不用 就算我们都死 估计这林三也死不了 一群人见林三认识 也是嘲讽道 长空神剑的传人也不过如此了 一个小小的结界就把你难倒 小爷我今天就让你长长见识 知道我们之间有多大差距 说着一刀便斩向宝侠 巨大的威力 让空气都传出音报声 但是宝侠却是纹丝不动地躺在那里 说着又一个修士上来帮忙 但还是和之前那人一样 连结界都无法破开 很快 他们所有人都合力披向宝侠 当他们发现不对劲时 确实已经晚 为什么我感觉自己的灵力正在被吸走 是啊 而且我的武器也达不出来 就在这时 一股能量爆发开来 所有人都被弹飞出去 我扶手挡住飞来的气浪 好强的能量护照 吸收了这么多能量才被破开 我就知道这林三小子没安好心 我看着那些倒地的修者 看来他们都给林三做垫脚石了 这时山洞开始换洞起 不好 山洞要塌 大家快撤 再不走就要被弹 此时林三正不急不慢地伸出两个手指 谢谢你们帮我破开护照 这个宝侠我就收下了 说着护盾就被破开了 当林三准备伸手拿去宝侠之时 我一个神机倒数使夫 停使我这隔空取物的奔 可都是对小姐姐使用的 没想到今天迫于无奈 只能用在正途上了 宝侠内的物品直接就出现在我手中 一连串的系统提示响起 宿主破坏天选之子的机缘 获得一次抽奖机会 宿主抢夺天选之子的宝物 获得一百万点反派积分 宿主完成反派任务 获得黄金宝像一本 舒服啊 还得是男主的羊毛多 一毫就是一大把呀 林三热施手段 将所有天骄都坑了 他最终破开防护罩区走了里面的宝侠 而我已经在旁边等了很久了 在林三收取宝侠的一瞬间 我的妙手空空已经使出 宝侠内的物品直接落入我的手中 同时煽动一群露台的进去 而林三也成功地帮我背下黑锅 无耻林三 你竟然敢赢我们 大家一起上 将他手中的玉盒抢过来 只见林三缓缓将手伸进怀里 一张空间传送服被取了出来 今天真的太感谢各位的帮忙了 日后有机会一定好好报答几位啊 嗓的一声 人影直接就消失在了眼前 大家快跟我追上去 在密境内 空间传送服跑不了多远 我看着几人浩浩荡荡地跑 赶紧将刚到手的宝贝藏了起 为首路过的男子也发现了我 我不做害怕的样子 一下就扑进纸渊怀 姐姐我好害怕啊 对方撇了撇嘴 哪里来的小屁孩也敢来密境 纸渊也是好奇 今天擒风胆子怎么变得这么小 当大队人马离去后 我立马就换了一副嘴脸 好了我们也走吧 纸渊顿时亚麦呆住了 这个臭弟弟到底玩的是哪一出啊 不等纸渊反应过来 我一把将他抱起 几个闪身就离开了这里 看来我的实力还是不够啊 想要获得更多宝物 必须想办法再提升一下实力了 正好完成任务时系统送了一个宝箱 看看会不会有惊喜吧 打开宝箱后 系统提示响起 恭喜宿主开启黄金宝箱 获得一道至强建议 这时纸渊也发现我不对劲 秦峰 你有没有发现突然出现一股强大的建议 对方会不会对我们有恶意 我微微一笑道 你说的建议是这个吗 说着我眼中锋芒毙露 强大的建议直接将周边的山体全部崩碎 男主千辛万苦从险地取出宝霞 打开后却发现东西不见了 凌三却是不知 在他取出宝霞时 我已经使用隔空取物 将里面的东西取走了 凌三还是不肯死心地翻找着 这宝霞是不是有什么安格子 下了那么多的封印 怎么可能是个空盒子 此时我盗走主角的宝物 系统也给我发配了丰厚的奖励 纸渊好奇地问道 臭弟弟 你刚才使用的是不是建议 对啊 就是建议 这种招是不是有手就能学会吗 纸渊有些无语了 什么叫做有手就行 那凌三就是因为十二岁时领悟了建议 打破了荒谷记录 才被誉为天选之人的 就凌三的熊样也能打破荒谷记录吗 那这荒谷也不怎么样吗 纸渊再次无语了 我这几天破坏主角不少机缘 也赚了不少积分了 趁现在有空 看看有什么需要提升的没有 先花一百万换一张大圆满契合卡 纸渊发现我的举动有些奇怪 为什么一直在空气终点来点去的 我将大圆满契合卡用在了斩天拔剑术上 斩天拔剑术一下就突破到了大圆满 好了现在还有一次抽奖机会也用掉吧 轮盘开始旋转起来 指针很快就定格在无敌剑星上面 无敌剑星 练剑之人追求的终极形态 心中无女人 拔剑自然神 对剑法本身有着十倍的伤害加成 纸渊赶紧揉了揉眼睛 刚才我怎么突然感觉臭弟弟变帅了 难道是我产生了幻觉吗 臭弟弟 你在空中点来点去的 是在练什么功法吗 我胡说说道 这功法比较特殊 练成后可以让男人持久 坚硬 有力量 积分全部划完后 我关掉了系统页面 没想到啊 我跟剑还真是有余 一连开了两个语剑有关的棒 不知我现在的实力又强了多少 看来得找个人来练练手 可在我躺下的时候 胸口处的竹简却滑落了出来 这竹简正是我从03那里到来的宝 我从男主手中偷到出圣人竹简 竟然直接给宠物小白当竹席用 估计这也算是荒谷第一好横了吧 我怀里的竹简华落后 刚巧被紫园发现了 他一眼就认出这是圣人竹简 我有点好奇 圣人竹简是什么东西 紫园开始解释道 圣人竹简是上古时期 圣人传下来的至宝 总共分为天地人三卷 有缘人可以从竹简内参悟出无上大道 但是无缘之人则是一个字都看不见 我好像有听老祖提过 圣人竹简每次出事 都会引起一场心中血雨 凡是能从竹简内感悟出东西的人 无意不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强者 我从紫园手中接过竹简 可是看了半天 确实毛东西也没看出来 我摸了摸头 顾科学啊 我如此决定聪明之人 怎么会看不出竹林呢 看来还是这竹简有问题 紫园又补充地说道 圣人竹简不是靠悟性高就行的 竹打的还是一个缘分 说来说去 这竹简就是和我无缘了 那这破玩意留着还有什么用 我随手就将圣人竹简丢了出去 小白见我把竹简丢掉 一下就跳到竹简上面 这拿来当竹简还真是凉快啊 看来送给小白当凉简还是很不错的 就在这时 紫园终于反应过来了 秦峰 我们一直都在一起 你这圣人竹简是哪里得到的 我顿时一惊 不好 偷东西的事情要败露了 可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打斗之声 林三 快点把东西交出来吧 不然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咦 对方是在喊林三吗 太好了 刚好积分也花完了 林三这时候出现不是来送枕头的吗 小三啊 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 你这来的可太是时候 此时林三正被西门家的人追杀 我要说多少次你们才肯信 那个宝匣里什么也没有 我打开的时候里面就是空的 这时我也打到了 林兄 和这些人解释那么多干嘛 直接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就是了 刚好试试我心领悟的建议 西门家的人也是被我搞懵了 这哪里冒出来的二虎 我可不想让他们有和解的机会 说着就是一剑批了上去 对方一下就看出了我的实力 区区超凡境界 也敢挑战我零武镜 切 零武竟了不起吗 小爷我又不是没杀过 今天就拿你们来练练剑吧 秦老六抢夺了主角的机缘 不仅领悟了剑意 还掌握了无敌剑心 为了体验一下新领悟的剑意 我准备拿西门家的几人练手 而西门家几人剑舞施展剑意后也是一惊 这秦峰竟然领悟了剑意 我没记错的话 他今年才八岁了 那零三十二岁领悟剑意 已经是荒谷第一人了 没想到这秦峰更加妖孽 零三也是没想到 这秦峰才几日不见 实力又变强了这么多 此时西门大公子也是有点犹豫了 虽然他现在只有超凡劲 但是有剑意的加持 我也不一定能拿下他 就在这时他心中一惊 他身上那可不仅仅是剑意 竟然还同时领悟了无敌剑心 这怎么可能 这是八岁孩子能做到的事情 这需要什么样的天赋才能做到 还没等西门大公子反应过来 西门小公子却是拍了拍胸腾的肩膀 不就是领悟了剑意吗 哥哥你竟然怕成这样 我们西门家的脸面都被你丢光了 你就是那个蛙弟弟至尊骨的情家叛徒吗 正是在想 怎么 你想跟我打一架吗 正有此意 就让我来领教一下你的建议吧 那就来吧 看在你小屁孩的份上 我先让你识招吧 就凭你还想让我识招 今天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可就在这时 西门大公子直接就将二公子抱起 略着后方喊了一句 大家快跑 那些西门家族的弟子有些不明所以 大郎你真的是太让人失望了 面对一个孩子竟然临阵脱逃 我笑着比划着手指 你们不跑那就赶紧过来 我保证站这里不动 秦家小子欺人太甚 也太不把我们西门家放在眼里了 今日不去你手机我势不为人 说着就朝我杀了过来 可接下来就是我的收割时间了 每杀一人 我的积分就加一百上去 没一会西门家除了跑掉的俩兄弟 其余的全部倒在血泊当中 我领悟了剑意与无敌剑心后 月街斩杀了西门家的高手 这件事情很快就传了出去 此时秦家这边 你说什么 风秒杀了虎卫帮的帮主 那虎卫帮帮主可是领悟进三重修为 风天赋再高也不可能越一个大境界杀人 唯一的解释就是风动用了至尊骨的力量 一旦风迷恋上这种力量 恐怕会影响他的道心 我觉得你应该多虐 我教导风这么多年 这孩子有自己的傲气 不会那么容易受到至尊骨的影响的 秦天发现那么探子还未离去 问道 你还有其他事情吗 秦家主 大公子不仅灭了虎卫帮 还团灭了西门家的众多高手 秦天一下就站了起来 给我坐下 毕竟一炸的像的家主吗 说吧 还有关于秦风的事情吗 禀老祖 大公子还领悟了志强建议与无敌建新 哈哈哈哈 好小子 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看来我秦家势必要崛起了 此时皇宫这边 陛下 大事不好了 那个秦风不仅越界斩杀陵武进修士 还领悟了建议和无敌建新 是吗 一个脱离家族的弃子有什么好怕的 派遣几名高手将他杀了便是 而我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焦点 还在于只愿在鸳鸯戏水 林三心里也是五位杂陈 一个八岁的孩子 居然在剑道上超越了我 而且还自创了斩天拔建树 同时还领悟了无敌建新 这时我的系统提示突然响起 宿主打击天选之子的自信心 让其产生自我怀疑 奖励十万点反派积分 咦 这积分来得也太突然了 既然如此我就再给你天拔火吧 林兄 你的剑法那么厉害 能不能教我几招基础招式 林三彻底怒了 秦风你差不多得 你连无敌建新都领悟了 还让我教你基础建招 你是不是在羞辱我呀 我一下就扑进紫园怀里 紫园姐姐 林三他凶我 人家真的不会基础建招 只会一招拔建树啊 你嘛 你要不要点一连 那可是神纪斩天拔建好吗 系统提示再次响起 又是十万积分送进我的账户 傻白甜的紫园一下就护住我 林三 你凶秦风干嘛 他还只是个孩子而已 林三彻底被实话 我到底招谁惹谁了 感觉我自从遇到秦风后 我的人生彻底走向了黑暗 而我心里却是暗爽不已 小三啊 要怪就怪你是天选之子吧 积分我就收下了 老婆我以后也会帮你照顾好的 你就安心地去吧 秦老六真会玩 当着男主的面与女主 玩起鸳鸯戏水 林三被气得咬牙切齿 说着就要转身离开 但是我怎么可能放他离去呢 这么好的刷积分机会 可不能白白浪费了 说着林三又给我献上十万积分 林三觉得自己在待在这里 迟早要被气死 说着拔腿就跑 英雄 你别走 我还有很多话想对你说呀 不行我得跟上去 这才聊了几句话 我的积分就涨了四十万 这要是聊上一天岂不是要发财了 就这样一个追一个逃 画面那叫一个浪漫 可就在这时 天空突然出现一对人马 无奈大夏皇帝麾下的长日后 此次奉陛下之命 克莱取秦风的首级 好强大的威压呀 三人都被声浪震得摇摇欲坠 这人是谁呀 搞这么大的排场 林三解释道 他是大夏皇帝的贴身士文 黄承司的一把手 对方实力强大 而且还有数千名铁甲金骑兵 若是打起来 我们一点胜算也没有 秦兄 你可有破解之法 办法肯定是没有 毕竟实力太过悬殊了 看来今天只能赌一把 我缓缓走上前去 叔叔 你找我有事吗 我乃长日侯长坤 奉陛下之命 特来取你首级的 叔叔 那你杀了我 可不可以不杀林三和纸鸳啊 秦峰这是要牺牲自己吗 我转头对着纸鸳说道 纸鸳姐姐不要害怕 这个人说了 他只杀我 只要我死了 你们就会没事的 没想到秦峰为了不牵连我们 甘愿自己付出生命 叔叔你动手吧 我只是一个八岁的孩子 应该会很好杀的 说着长坤就举起宝剑 那我就得罪了 可就在这时 纸鸳捏碎了一块玉培 臭弟弟 我不允许你死在这 一道雷霆落在我的面前 同时我心中也是暗息 看来我今天算是赌队 纸鸳的身份果然不一般 看来我以后的软饭有着落了 雷霆消散后 一只巨大的龙龟险露出来 龙首上方站着一个红衣少府 当我看清对方的面容后 没想到 这纸鸳的后台这么大呀 家主不好了 大下皇帝派出长日侯 在英越皇朝的接壤处截杀大公子 什么 秦峰都已经被逐出家门了 皇室的人还是不愿放过他吗 快点吩咐十三太太 速速与我出城救人 而我这边也发生了变怒 纸鸳现在已经对我产生了好感 为了救我 他捏碎了救命御符 一只巨大无比的龙龟被召唤了出来 龙首上方还站着一位少府 我也是一惊 这不是英越皇朝的乐神吗 他可是能在英越皇朝排进前五的高手 我看了一眼纸鸳 难道你是英越皇朝的神女 纸鸳笑笑地点头承认了 我心中顿时就乐开了花 这下压宝压中大奖了 没想到纸鸳不仅是富婆 这背景更是大的吓人了 哈哈 这卵饭往我当定了 哎呦喝 这里怎么这么热闹 乐神 这是我大夏皇朝的境内 还轮不到你在这里指手化者 这位将军 奴家只不过是个弱女子 你如此恐奋奴家不太合适吧 既然知道本将军的身份 那你还不速速离 可话还没说完 一道能量直接贯穿了他的胸口 画面一下就定格住了 这女人也太狠了吧 说杀人就杀人的 侯爷 他竟然把侯爷给杀了 呵呵 莽夫一个人 下辈子对待弱女子 一定要客气一点 侯爷已经没有气息了 这乐神也太强了吧 侯爷如此强大的实力 竟然连对方的一招都借不下 就在这时 指缘偷偷地拉住我的手 臭弟弟我们筷子 可乐神一下就看穿指缘的小动作 只是轻轻勾了勾手指 我与指缘就飞了起来 指缘丫头你还想跑哪里去 一天到晚还真不让人省心呢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你想抓指缘回去 把我抓过来是几个意思 乐神随意地招招手 我与指缘就静止地向他飞了过去 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天你们必须把事情给我说清楚 这秦老六真是见一个爱一个 见到女主的大姨长得漂亮 一下就移情别恋了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乐神 这女人才是我的菜啊 不知道现在转移攻略目标还来不来得及 你这个丫头 还知道我是你大姨啊 一声不响地就离家出走了 为了躲避我 竟然还只身跑到大厦皇朝来了 这次回去看我不好好收拾你一顿 大姨我知道错了 你不要再敲我脑袋了 大姨 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她叫秦峰 今年才八岁 不仅领悟了剑影 还领悟了无敌剑心 是不是很厉害 秦峰 就是那个拥有大地之资的秦家大公子 据说他挖了弟弟的至尊 被秦家下了追杀令 这时我开始展开公示 乐神姐姐你好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呵呵 小小年纪还懂得一见钟情吗 我看你是剑色奇异 乐神姐姐说的没错 你长得这么漂亮 我就是对你剑色奇异了 我决定长大后要去姐姐当老婆 此时指缘已经看得咬牙切齿 这个臭弟弟 我这么当心你 你却在那里惦记我大意 难道你的良心就不会痛吗 小屁孩 你人不大 信心倒是挺大嘛 我作为一个21世纪的青少年 当然知道如何拿捏女人的芳心 身高年龄都不是问题 问题就在于不要避连这三个字 乐神伸手刮了刮我的鼻子 哈哈哈哈 真是割小流氓 不过姐姐我很喜欢 指缘顿时就无语了 臭弟弟你是疑心别恋了吗 难道我要改口叫他一战不成 就在这时 天空传来轰鸣声 秦天终于带着人马赶到 我爹爹来救你了 为了不让他们发现 我一会会很凶的向你出手 不过你可不要害怕 爹爹只是演戏给大家看的 我这便宜老爹来的可真不是时候啊 人家我都傍上富婆了 现在过来不是来搅局吗 我灵机一动 一把就抱住乐神 哇 好柔软啊 姐姐 我好害怕呀 秦家的人要来杀我了 秦天有点猛圈 虾米情况 不是说大厦皇帝派人追杀疯吗 这乐神怎么也来凑热闹 这时老祖站了出来 不知乐神大驾光临 真是有失远迎 但是秦峰残骸同族兄弟 还希望乐神能将秦峰交给我们 这时紫愿站了出来 你们要战便站 秦峰是我 不会交给你们的 气氛顿时就尬死了 这秦峰怎么就变成你的了 紫愿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赶紧改口说道 我的意思是 秦峰是我们乐神宫的人 你们最好不要打秦峰的主意 大姨你说是吗 乐神捂了捂额头 完了 看来这妮子已经被洗脑了 原来干部是经不起考验的 秦峰前面刚说要娶乐神当老婆 当她来到乐神宫后 发现这里全部都是大波浪 真的是不敢看了不敢看 就在刚刚 紫愿为了救我 捏碎了保命玉姐 这个丫头看来已经对秦峰动心了 今日我要是不带上秦峰 估计今日之事会成为她心中的魔障 这秦峰的天赋也真的不错 那我就做一次好人吧 今日有我在 你们谁也别想带走秦峰 这么说来就不能怪老父不敬地主之夜 哼 就凭你们也想留住我 我乐神想走就走 说着就打开了一道传送门 以后秦峰就是我乐神宫的人了 要是想找麻烦的就尽管来找我吧 秦天终于忍不住准备出手 乐神 你实在是太猖狂了 可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老族给打断了 谁让你出手了 等一下把风给打伤了怎么办 风能进入乐神宫 不是天大的好事吗 但是 那个女人看不起我们爱 突浅 小不忍则乱大谋 天天就知道打打杀杀 什么时候才能动动脑子 可是我们不出手 皇帝的人马可是在一旁看着呢 要是传到皇帝耳中 很可能引起他的猜疑 这个你放心 看我略是小技 我去 老祖你这是要放大招吗 你确定你这是为了风好吗 金色能量直接飞向龙龟 看似很吓人 却没有对龙龟产生什么实质伤害 老祖故装中招模样 秦峰这个小人 竟然用村药坏我到心 手段实在是太卑劣了 什么 刚才秦祖说的是村药吗 大家快点离开这里 兽群马上就要爆发了 老祖 你刚才用的是村药吗 您是认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如假包换 我怎么感觉老祖他被秦峰给带换 此时我跟着月神来到了月神宫 宫营月神审女回宫 我立马将眼睛捂住 只是偷偷地流出一道缝隙 这里的大波浪可真多呀 我感觉自己的一双眼睛不够用了 作者你到底是不是认真的 拿这样的东西来考验干部 可我还只是个孩子 秦老六这次真的是来到女儿国了 就算洗个澡都要被女人惦记 为了偷看秦峰一眼 差点就要拿出凶器火拼 我来到月神宫后 发现这里竟然是青一色的美女 而且一个穿的比个凉快 秦峰 你以后就加入我们月神宫如何 应该的 按照江湖规矩 你救了我 我确实应该嫁给你 你这个小滑头 就知道嘴上占便宜 月神伸手在我额头上点了一下 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月神宫神子 没想到刚来这里就当大官了 那我以后可以和这些小姐姐一起修炼一起住吗 神子和神女的修炼 都是由我亲手教导的 你的意思是 我会跟月神姐姐一起修炼一起住了 这么想和姐姐一起修炼吗 当然想了 主要是能住一起吗 紫月就这么被晾在一旁 这个臭弟弟 还真的惦记上我大意了 说着他一把拽住我的辫子 我大意他公务繁忙 你以后就随我住神女宫吧 和你住吗 也行 虽然小了一点 不过胜在颜值再现 时间一化 七年时间过去了 而我也终于拖变成一个精壮少年 这是几名月神宫弟子正趴在草丛边 他好帅啊 是啊是啊 我好像摸一摸他的腹肌啊 对啊 这么精壮的少年肯定很有力量吧 突然草丛蹦出来一只兔子 这兔子正是七年前我与紫月一起收的宠物 小姐姐们买票了 买了票可以观看五分钟男人 这是今天最后一张票了 几个人的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争先恐吼地想要兔兔手中的票 争吵着还露出可怕的凶器 准备斗个鱼死网破 这时兔兔又拿出重磅物品 两位小姐姐请看 这是秦峰的裤衩子 现在只卖二十块零食 话刚说完 手中的门票与裤衩子全部被抢够了 小白也是赚得盆满钵满 当然 这种事情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干了 而且他经常收了钱不办事的 这次还是一样 小白一个闪身就消失了 噗通一声 他直接就扎进了水中 我就不信秦峰在水中 他们还敢追上来的 与此同时 秦峰发现有人偷袭他 两根手指就接住了对方的剑 来人正是紫园姐姐 七年过去了 紫园也长成真材实料的大姑娘 天天被女孩缠身体是什么体验 月神宫清一色全是美女 我一个男的混入其中 天天都要面对如狼似虎的眼神 就连洗个澡都要被人偷窥 秦峰这几年女的进步很大 对剑意与无敌剑心的领悟也更深了 那是当然了 要是不强怎么嫁给月神姐姐呢 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 紫园一脚就将我吸进水里 凑东西 一天到晚就知道占便宜 我从水中站了起来 露出完美的身材 还在旁边偷窥的几人都看对 行踪他真的好帅啊 是啊 是身腿 我更爱了 这么精壮的身材 一定很有力量吧 好想带他回家去黑黑黑 你这是想吃毒食吗 要不我们一起也不是不行吗 那安排一下 一三归我 二四归你 五六就归老三怎么样 说着已经将我的行程安排满了 此时紫园还在大发雷霆 你从小就惦记我大鱼 我这么大一个美女在你身旁 难道你都没看见吗 说着我就朝着紫园泼水 叫你踹我下来 有本事你也下来 水滑好死不死的就落在小拢包上 秦峰你这个流氓 天天就知道欺负我 说着直接就朝着我泼了上来 月神姐姐快救我 神女要杀人了 好了你们别闹了 我来找你是有正事 秦峰 几天后就是音乐皇朝十年一度的死亡淘汰赛 你有没有兴趣参加呢 我与紫园的动作一下就停顿住了 死亡淘汰赛是什么东西 而此时的紫园还不知道 自己的凶器已经贴在我的身上 大姨 秦峰现在贵为神子 再去争夺音乐皇朝的圣子 岂不是自将身份了 音乐皇朝圣子 虽然只是一介皇子 但是皇子可以继承帝君之位 以后紫园成为月神 秦峰当上帝君 自家人官启文说话就更方便了 事实虽然如此 可是万一有什么意外 那秦峰可是会死的 此时我的眼光一直没离开过紫园的凶器 这妮子真的是长大了呀 最后我赶紧给了自己一个大逼兜 我在想什么呢 现在还在讨论正经事呢 月神姐姐我去 正好我的反派积分也快用完了 出去看看能不能遇到心爱的天选之子 好久都没有赚到大积分了 几个妹子偷窥我洗澡 结果被抓现行 最终全部被我按在地上 一顿啪啪的输出 紫园和我在水中吸闹过后 发现有个硬东西顶住了 于是她经常伸进水中 想看看那个硬东西是什么 我被她抓住后直接一查 没想到我的第一次就这么没了 我一把就将紫园推开 紫园却是大叫起来 小心 水里有只大蛇 几个偷窥的弟子也是吓得跳起来 哪里有蛇 我最害怕蛇了 小白也是一下从水里蹦了出来 我一下就捂住要害 这里怎么还有这么多人了 老胡只是洗个子 他们不会都是来围观我的 三人立马来到月神面前跪了下来 月神大人饶命 我们知道错了 以后再也不敢了 你们这是有多饥渴 都沦落到偷窥的地步 今天你们三个就交由神祖发落了 于是我就欣然地收下三人的屁民 这一边子下去 美妙的叫声就传了出来 我直呼受不了 是个男人都顶不住啊 当然我这也是为了救他们 要是让月神出手 三人估计就小命不保 月神姐姐不要生气了 我已经教训过他们了 这次就饶他们一命吧 三人看着我的眼神都充满了感激 好了你们先下去了 下次可不能再偷看我洗澡了 多谢月神大人 多谢神子 三人离开后 你真的太纵容他们了 又不是什么大事 给他们看一眼又不会少块肉 都是一些无伤大雅的爱好吧 不过 有些家伙好像应该整治一下 竟然利用我的身体 做起了大买卖 看来我要给你好好松松鼓 我一把将小白抓了起来 只愿姐姐救命啊 秦峰要杀兔了 我一把将小白暗住 月神姐姐 那我就先回去准备了 好 这几天大夏会派人过来观摩 大夏皇帝一直视你为眼中兵 所以你也要多注意一下大夏的人 多谢月神姐姐的提醒 我会注意 就在这时 引领女弟子走上了 启禀神子大人 月神宫外有一名自称 大夏皇朝的天子门生 他说要与神子一战 是吗 谁又想不开了 准备来给我送积分吗 又是一个受害者出现 男子闲得但腾非要找秦老六单挑 这不是妥妥的掌虐吗 秦峰 你有本事当叛徒 敢出来接受我的单挑 我知道你在家 别躲在里面不出声 说着一道拳风就打了出来 月神宫的弟子立马扑了上来 放肆 竟然敢在我们月神宫闹事 怎么 秦峰不敢出来挑战 准备躲在一群女人的身后吗 这话刚巧被出来的指缘听到 大夏使团很了不起 本神女这就教她做人 我一把拦住指缘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她只是别人手中的棋子 什么意思 难道有人再给你设局 不是给我设局 而是给大夏世家和音乐皇朝设局 这七年里 大夏皇朝搞出个天子门声 名面上实在广招贤 实则是冲着皇朝世家而去 意图就是削弱世家的实力 这次出使音乐皇朝 来者都是世家的天骄 若是这些天骄在音乐皇朝的地盘出世 世家必会与音乐皇朝开战 那么 大夏皇族就能坐收渔翁之列 我缓缓地朝着那名男子走去 秦峰 你终于赶出来 说着直接将武器甩了过来 秦峰 先吃我一刀 我随手就将武器劈开 我还以为是什么厉害的高手 原来只是个054层的小垃圾 我可是天子门声 那你如今又是什么实力 我妈 超凡九重 你哪来的自信啊 超凡九重竟然敢嫌弃我054重 说吧 你想怎么打 是单挑还是群殴 当然是和你单挑 单挑嘛 我明白了 大家跟我一起上 他选择一个人单挑我们所有人 还能这样玩的吗 这能算单挑吗 说着直接被女团们按在地上摩擦 秦峰 你个老六 你这样真的合适吗 得罪小人都不能得罪老六 秦老六会跟你玩单挑嘛 当然是一群人挑你一个了 秦峰 我不服 有本事我们就一对一 你不服关我什么事 现在我来给你算一下着 柱子 损坏严重 大门 三级损坏 地板 二级损坏 还有我月神工诸位姐姐的精神损失费 给你抹掉灵头 就算一百万级品零食吧 秦峰 你想钱想疯了吧 还一百万级品零食 这些全部加起来一块零食都用不上 你这是在讹人 没错 我就是讹你了 今天你是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你这是抢钱 我没钱 没钱没关系 我会让你帮我赚回来 过了没读书 我拿着铜锣在大街上吆喝了起来 瞧一瞧看一看了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纯夜生的大厦精壮男人 不要998 也不要888 现在打折优惠 只要98 秦峰 你如此羞辱于我 陛下他是不会放过你 我们朱家也不会放过你 到现在了还在嘴硬 你还是先当心一下你自己吧 大家快来看了 精壮男人 现货秒发 无需等待 瞧一瞧看一看了 大家快看 那可是天子门生 而且还是世家子弟 应该不是假的 毕竟有神子做单吧 想要的赶紧入手吧 这是一个黄毛走上来 神子大人 这位是我家小女 不知道这位天子门生能不能吃得消 你这个是不是太顾送了 不过咱做生意的也不能挑食 这样吧 你给我加一点 OK 钱能解决的斗志事情 秦峰 你放开我 我就算是死也不会答应你 这可由不得你 这位小姐可是我为你精挑细选 她虽然有点微胖 但是微胖才是真极品懂吗 秦峰 我是不会屈服的 就她这样的货色 我是不可能产生 可还没等她把话说完 一颗丹药就飞进她的嘴中 你到底给我吃了什么 为什么我感觉全身开始燥热起来了 男子被投喂神秘药丸 只为与三百多斤的妙龄少女一战 我与女孩的父亲谈好价格后 就给猪头喂了一颗丹药 这可是顶级的魅药 就算母猪吃了也疯狂 我去 我们的神子是正经神子吗 竟然还随身携带这种东西 我赶紧解释道 本神子经常行走江湖 带一些丹药防身很合情合理吧 画面顿时就尬住了 你骗鬼呢 带魅药防身 到底是谁防谁还不一定呢 好了 我们言归正传 姑娘 你过来咽一下火 要是没问题就牵回去吧 胖妞走上前来 摸了摸猪头的腹肌 哇 好精壮的男人啊 猪头在药物的加持下 渐渐地开始迷离起来 夫人 一日不见如隔三丘 我对你的思念 犹如滔滔江水 是吗 那你跟我回家 我们去床上慢慢戏谈 女子的父亲上前抱拳道 多谢神子大人的帮助 我直接打了一个冷战 猪头啊 是你自己不肯赔偿的 希望你事后不要后悔 这时系统提示响起 恭喜宿主侮辱他人人格 获得一千点反派积分 咦 这样也能获得积分吗 看来以后可以多试试看 就在这时 一辆马车从远处驶来 大厦皇朝南风公主驾到 我一下翻身上了吗 这南风公主是大厦皇帝 最疼爱的小公主 也是这次大厦出驶堂的代理 看来猪头应该就是 南风公主派了 这时马车内传出声音 秦风 你竟然敢如此侮辱 我大厦的天子门声 呵呵 小公主好大的官威 在音乐皇朝的地盘上质问神子 难道大厦皇朝 已经不将音乐皇朝放在眼里了 放肆 竟敢对本公主无礼 来人 将秦风给我就地诛杀了 这位公主是不是没带头脑 在别人的地盘 准备杀人家的神子 他们该不会是有大病吧 既然你们想玩 那我就陪你们玩一玩 先接下我的暗器再说吧 故卫一刀就将暗器劈开了 不过还是有一根蹭到了手背 好了战斗结束了 你已经输了 输了 你是不是还没睡醒 还没开始打 我怎么可能就输了 可就在这时 男子全身都开始颤抖起来 你竟然在暗器里下毒了 男人都下了魅药 以为自己要鱼如花飞飞飞 我为了帮他解毒 直接送他软上路 大夏公主让手下对我出手 却是不小心中了我的暗器 对方发现自己的身体开始燥热起来 你竟然在暗器中下毒了 话可不敢乱说 我可是正经人 从不做下毒这种下三滥的事情 侍卫刚刚送了一口气 我却不到说道 本身子只是在暗器上摸了不少魅药 对方吓了一条 刚才猪头就是被吓了药 最后被那个肥牛带走 待会他不会也给我安排个如花吧 侍卫吓得大汉直冒 他赶紧来到马车前跪下 公主救我 秦峰他竟然给我下药 这是一个男子从马车内走得出来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第一天交秦峰吧 抱歉 公主刚才失言了 在下方掌 替公主赔罪了 还望秦兄能看在两国友好来往的情分上 替我这位手下解毒吧 这是系统提示响起 宿主发现天玄之子 等级为史诗集 我两眼冒光 七年了 你知道我这七年是怎么过的吗 既然来了 那我必须给你扒一层皮下来 我抱拳说道 既然方掌兄开口 那我就帮他把这毒解 说着我踏上马背 一个月身就飞了出去 解毒还不简单吗 分分钟的事情 我一脚直接踢在对方当下 淡淡的破碎声响起 后方几人吓得当下一击 都下意识地捂住要害 护卫直接就怀疑人生了 你早说是这样的解毒方式 要知道是这样的解毒方式 那如花也不是不能接受的 这是系统提示再次响起 恭喜宿主断仁子孙 获得一千点反派积分 大厦公主也终于坐不住了 她从马车内走了出来 秦峰 你不要欺人太甚了 公主下来后 我的思路就活跃了起来 大厦公主竟然在马车内藏了男人 看来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公主听到我的话 愤怒地就朝我扇了过来 秦峰 你实在是太放肆了 我却一把抓住公主的手关 与此同时 一把力度朝我袭杀而来 放开公主的手 我不须你碰他的手 我一只就弹开对方的剑 只是碰一下反应就这么大 看来两人真的有奸情 要真是这样 那想要从他身上 搞到积分就容易多了 小子 你就等着被我剥削吧 秦老六竟然连公主的肚兜都脱 而且还是当街众目睽睽下脱的 为了得到积分 我直接就放大招了 南风公主 这就是准备与我一战吗 哼 战就战 本公主还会看你不成 我说的可是一对一单条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能让别人帮忙的那种 方长刚想上前劝阻 确实被公主给拦了下来 本公主自有打算 秦风她欺人太甚 我今天必须要给她一点颜色瞧瞧 一个只会躲在女人背后的男人 而且还只会使用下流的药物取胜 估计也没几分本事 来吧 本公主今天就好好教训你一番 说着就掏出短剑朝我杀了过来 我顿时一惊 没想到对方速度这么快 南风公主一下就来到我的面前 我避之不及 只能用手臂挡下对方短剑 南风公主一击命中后 立马就闪身退去 她嘲讽地说道 荒谷第一天教也不过如此 看来是我高看你了 可就在这时 我手中出现一块肚兜 哎 怎么就流血了 那就先借用公主的抹布用一下 南风公主一把捂住胸口 那是我的肚兜 她是什么时候拿走的 这是我举起带有余温的肚兜 有没有人想看看 南风公主衣服下面穿的是什么吗 卧槽 神子牛逼啊 这是给大家送福利来了 快点继续打呀 我们还要更多的福利 当然 最为恼怒的莫过于方长了 秦风 你这个无耻小人 快点把东西还回来 这下观众们却不乐意了 我们音乐皇朝从来不拘泥小节 只要有利于战斗的技巧 都是被允许的 就是就是 路相随俗嘛 你们要是输不起就别玩了 这是我的系统提示终于响起了 恭喜宿主玷污天选之子心目中的女神 获得一万点反派积分 我心中顿时就乐开了花 好多反派积分啊 看来我要加把劲了 怎么说 你还能打吗 要是不能打赶紧去小孩那一桌 南风公主平时哪里受过这样的气 直接就朝我扑了过来 我一个闪身就避开了攻击 当公主失去平衡指示 我赶紧伸手搂住她的腰 小妞 为了小爷的积分 今天只能卡牛了 公主被当街亲吻 就连肚都也被当场脱掉 这前老六为了赚积分也是拼了 方常见公主被当街非礼 终于是忍无可忍了 这是我的系统提示响起 恭喜宿主玷污天选之子心目中的女神 获得反派积分一万点 这积分来得可真快啊 趁现在那个能赚就多赚一点 公主被我吓得亚麦呆住 我直接上手扒开她的嘴巴 来哥哥叫你舌头打架 说着直接就将舌头伸了进去 南洋公主感觉脑袋一片空白 忘记了该怎么反抗 只能在那里应恩之叫 围观者们都惊呆了 光天化日之下 她竟然将舌头伸进去 神子她也太会玩了吧 我也好想试试那种感觉啊 方常这次终于忍不了了 秦峰 你实在太过分了 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你 说着灵御在她情内爆发 一尊大佛虚影图现在她后方 系统提示再次响起 渡主玷污天选之子心目中的女神 使其心生芥蒂 获得十万点反派积分 我一把将南风公主推开 因为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方常缓缓地向我走了过来 秦峰 今日没人能救得了你 来得正好 小爷我积分还没赚够 希望你这个天选之子不要太水了 赚大积分就是舒服 系统 帮我把逍遥魅影升级 恭喜速度花费十万积分 逍遥魅影提升到第三卷 方常直接斩出两道剑气 但是被我轻松地躲过去 秦峰 你就只会躲吗 有本事和我正面一战啊 说着几道剑气又气场过来 谁告诉你我要躲 希望你等下还能这么嘴硬 一招斩心把剑术斩出 方常的几道剑气直接被撕成碎片 剑斩趋势自己 狠狠地劈在大佛之上 剑斩再一次穿过大佛 直接冲着方常而去 方常只能举剑格挡 但是剑斩的威力实在太大 余波还是划开了他的胸膛 心爱之人被人当街拖了肚斗 还被强行打了舌战 方常终于忍无可忍出手了 但是他最终还是败在我的斩天拔剑术之下 不错 能在我的斩天拔剑术中活下来 你还是第一个 公主当心地走上前来 方常 你没事吧 公主不用当心 只是皮外伤儿 公主拿出一瓶丹药递了过去 没事就好 先把这瓶丹药服进去吧 与此同系统继续想起 恭喜宿主破坏天选之子心目中白月光 获得十万点反派积分 恭喜宿主触发任务 继承成成像的意志 贪恋他人之妻 傻 这系统是几个意思 你到底把我秦锋当什么人了 竟然将我与曹贼相提并论 我怎么可能对别人的老婆感兴趣 系统提示再次想起 成功拆散两人 奖励神级宝箱一个 神级宝箱吗 那行 我试试看吧 南风公主 你刚才是不是也伸舌头了 一句话彻底让空气都浓静了 这秦锋到底会不会聊天啊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秦锋 你个无耻淫贼 哈哈 我有没有耻 你刚才不是已经体验过了吗 刚才亲了那么长时间 我估计 你连我有几颗牙刺都数清楚了 方长的脸 一下就阴沉了下来 秦锋 今日之辱 我方长记下了 说着直接酒转身离开了 没想到他竟然忍下来了 咬人的狗不叫 看来这小子还有底牌没用出来 同时系统提示响起 恭喜副主让双方新生界定 任务完成度5% 什么意思 这么高危险的任务 才给了5% 这是要整死我的节奏吗 我们走 说着公主 就准备带人离开了 公主大人这就准备走了吗 可是你还有东西在我这里啊 随后我将公主的肚兜丢了过去 公主看着地上的肚兜 也是愣了一下 秦锋 你这个无耻淫贼 被你碰过的东西 我是不会要的 哈哈 公主大人不想要吗 那太好了 等我带回家 将他天天挂在床前 公主下得赶紧将肚兜揣进怀里 秦锋 今天的事情没完 我们就走得瞧吧 流氓兔给公主下药 一瓶快乐水下去 公主直接就燥热难耐 这下又要便宜请老六 夜晚时分 我带着兔子来到了使节医馆 主人 我们大晚上来这里做什么 我一本正经说道 当然是来赚钱了 听到有钱赚 兔子的困意一下就消失了 赚钱 这个业务我熟悉啊 说着直接就冲了出去 此时南风公主正穿着清凉睡衣 坐在床前发呆 可就在这时 兔子一下就蹦到了床前 小姐姐 你去爱吗 需不需要男人 听到兔子说的话 南风公主开始挠不起来 难道是方长安排的小兔子吗 小兔子 是她让你过来的吗 没错 就是她让我来找你的 果然是方长 今天怎么突然就开窍了 小兔子 我很缺爱 现在就需要男人 兔子赶紧掏出算盘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 本兔子干的就是这种买卖 不瞒小姐 本兔干这一行已经七年了 已经帮助无数的少女 脱变成了妇女 我确实跟方长认识了七年 要不是她这七年 非要完满未不确定关系 我的初吻也不会便宜了情风 狗贼今晚终于是想通了 再不出来卖 估计连兔子都养不起 本兔已经帮你算清楚了 作为中间兔 就收你一万块几品凌食吧 南风公主愣在了原地 这兔子是认真的吗 这女人啥意思 难道她嫌贵 要不这样 我再送你一瓶快乐水 她可以让你快乐加倍 这下你可要把零食给我了吧 公主被兔子忽悠的一愣一愣的 傻乎乎的就将零食拿了出来 好了钱我已经收了 你自己也试试快乐水吧 公主傻傻地打开瓶带闻了闻 狂暴的药性进入公主的体内 她的身体开始燥热起来 这时我终于赶到了 饭头 谁让你乱跑的 我一把将兔子拎了起来 兔子立马就邀功了起来 本兔已经帮你弹成买卖了 现在该你卖力的时候了 什么买卖 为什么我不知道 当我抬头的瞬间就惊呆了 此时公主已经将上衣脱去 坏哥哥 你怎么才来啊 人家都已经洗白白了呢 公主彻底沦陷了 是啊 要不然你觉得是谁呢 公主试图运转灵力抵抗药物 但是快乐水可不是毒药 最终她只能贪软在饮上 但是药力很快就发作 公主的意识开始渐渐迷离 她缓缓地朝我走了过来 喂喂 姑娘请自重 我可不是随便的人 你要是再过来我可就好了 与此同时 方常拿着一朵玫瑰来找公主 我不该将错斗归救在公主身上 她明明什么都没做错 错的是那个秦峰 这次的生死淘汰赛 我一定要亲手将秦峰给碎尸万段感 先不管这些了 今晚我一定要将公主拿下 可在她抬头的瞬间 发现公主的房间竟然有男人 方常感觉有一片草原从头上飞过 而我也瞄到了方常 不愧是天选之子 挑着时间过来给我送积分 我顺势将公主搂进怀里 方常看到这一幕都气疯了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干什么 难道你看不见吗 别在这里挨手挨脚了 方常变成一击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我赶紧赌枪道 公主 你刚才说你最喜欢我是真的吗 是的 我最喜欢你 方常听到我们对话 陷入深深的绝望 怎么可能 他们只不过才见了两次面 难道我们七年的感情都是假的吗 这次系统提示终于响起 恭喜肃主 成像之志任务进度40% 任务进度50% 恭喜肃主 被天选之子的女神下手 获得反派积分20万 这也太给力了吧 进度条直接飙升到50% 还送了20万的积分 既然方常同学这么给力 那我就再给你加一把火了 公主 我与方常 你最不喜欢的是谁 公主眼神迷离 下意识地说出方常的名字 方常彻彻底底绝望 你最不喜欢的人竟然是我 方常一下就瘫软在地 看来我终究还是错误了 系统提示再次想起 恭喜肃主完成成像一致任务 获得神机宝箱一个 恭喜肃主让天选之子不再相信爱情 获得反派积分50万 秦老六终于下手了 我握住公主的排球 捏捏的动作被方常收入眼底 方常的金色大活开始飞话 直接就变成了一封飞 秦峰 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怎么积分还不来 不行我还要加把劲 当我准备稳向公主之时 系统提示终于想起了 恭喜肃主逼迫天选之子入魔 获得一次抽奖机会 这就成功了吗 小子你还是太嫩了点 此时公主还嘟着嘴等我惊她 我一把就堵住了她的嘴巴 积分都已经到手了 还想占我的便宜 随后我一把将她推开 我可不是随便的人 想要白嫖我是不可能的 公主被我这么一推 也是有点不知所措 我们男人也是很金贵的 不是你想得到就能得到 刚才你是跟兔子交易 可我并没有答应你 你刚才也占了我不少便宜 算起来我才是受害者 听完我的话 公主一下就恢复了理智 秦峰 你无耻 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我一下就跳出了窗外 看着狼藉的地面 方长黑化后变强了不舍 看来我也要抓紧修炼了 不然死亡淘汰赛 说不定就翻车了 兔子见我离开 有点迷茫地问道 刚刚不是已经进入主题了吗 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 兔子取出一根萝卜 拿去自己解决吧 反正钱我是不会退的 买卖不成仁义在 以后还有需要男人记得叫我 下次肯定给你安排个好的 说着就朝着窗外跳了下去 公主看着手中的萝卜 这玩意真的能解毒吗 看来我的第一次只能交给她了 此时月神宫内 紫渊正坐在凌池边发呆 她抓了抓自己的包子 我这个也不想了 接着她又掀开裙子 这应该算得上大长桶吧 我到底哪里输给那个公主 秦峰为什么亲她不亲我 大半夜的还偷偷溜去找她 紫渊为了抢回男人 终于将衣领拉了下来 哼 就你们会录吗 谁还没那两块肉了 见到我回来后 紫渊故装生气道 本神女这次绝对不会原谅你了 紫渊 你怎么在这里 难道是专程在这里等我吗 我一眼就瞄到她豪放的胸口 这丫头真的是长大了 发育得相当不错呀 紫渊见我盯着她的包子看 傲娇地站了起来 看来本神女还是很有料的 这下你应该知道 我与公主的差距了吧 会着凉的 紫渊顿时就是话 难道秦风她对我完全没感觉吗 还是我的东西有问题 我疑惑地问道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快点说 你这么晚跑哪里鬼混去了 我取出一包油子 给你 这是给你带的肉夹馍 她这是给我买叶销去了吗 难道是我误会她了 当紫渊咬了一口肉夹馍后 这肉夹馍怎么没放盐了 我赶紧将手伸到背后 系统 帮我兑换一束紫玫瑰 恭喜速度 花费一千点反派积分 兑换紫玫瑰一束 我将玫瑰捧在紫渊面前 爱你 无需多言 紫渊当场就愣住了 她哪里听过这样的言语 直接被我撩得心花怒放 紫渊一把夺过玫瑰 头也不回地就逃离了现场 流氓兔将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发现新目标了 本兔觉得这单身亦能做成 回到房间后 我打开了系统面板 这几天有方长的助攻 我的积分也突破到了一百万 又可以兑换一张大圆满卡了 既然这样 就先把大威天龙给升到满级吧 我伸手点击兑换 恭喜速度 花费一百万反派积分 成功兑换大圆满契合卡 恭喜速度 使用大圆满契合卡 大威天龙提升到大圆满境界 一条栩栩如生的金龙 开始在我身边缭绕 流氓兔直接看呆了 那是一条真龙吗 我怎么感觉都快窒息了 金龙大哥 咱可是自己人了 能不能不要一直盯着本兔看了 秦风当着方长的面祸害公主 方长见到心爱女人被过过 当场就黑化了 而我的系统任务也终于完成了 一个神级宝箱 怪家一次抽奖机会 我迫不及待地回到房间 打开系统面板后 系统 帮我打开神级宝箱 恭喜速度 成功开启神级宝箱 获得建议升级卡一张 我一把接过卡片 这建议还有等级的吗 这是系统弹窗出现 建议是有等级之分的 领悟的程度不同 叠加的伤害也不同 看来这二级建议 应该会比一级的墙上不少 我直接点击使用建议升级卡 恭喜速度 使用建议升级卡 我脑海中突然出现一道深影 强大的建议气通八荒 无数的建议碎片 会聚进我的脑海 这时系统提示响起 恭喜速度 您的建议已提升至二级 已经提升到二级了吗 不知道会有多级 就先拿你做做试验吧 我一个意念使出 路过的苍蝇直接就炸裂坛了 好像比一级建议强了不少 还剩下一次抽奖机会 今天就把它全部用掉了 我伸手点击抽奖 转盘开始旋转起 很快指针就落在苍天霸体绝上 恭喜速度 抽中苍天霸体绝 苍天霸体绝升级战斗体制 拥有者体制强横无理 有不灭精神之称 炼制大成后 拥有图仙灭胜的威能 我眼前一亮 没想到这次抽中了特殊体制 可还没等我高兴 我的意识就被拉进了试海中 当我重新恢复意识后 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出战场上 迎面而来的是千军万能 这一幕我直接看傻眼 很怕为主的将领就杀到我的面前 我只能挥剑挡住伤害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对方竟然连我的一招都没挡 难道这就是苍天霸体绝的威力吗 既然如此 我就试试这苍天霸体绝到底有多强大 说着我直接朝着千军万马冲了上去 战场上一面倒的屠杀 那些士兵们却是连我的防御都无法破开 有了这苍天霸体绝 这次的生死淘汰赛 还有谁会是我的对手 流氓兔又要开始作妖了 主人到底怎么回事 死亡淘汰赛马上就要开启 总不能让他睡着被传送进去吧 可是我的兔兔拳根本就叫不醒他呀 有了 本兔有办法 说着就爬上了我的肩膀 主人 月神宫的小姐姐们为了迎接死亡淘汰赛 全部都穿上了黑丝 心到有黑丝看 我立马就睁开眼 哪里 黑丝在哪里 这时我突然感觉脸颊传来疼痛 我的脸是被谁给打了吗 范童有没有看到镜子 兔子赶紧将镜子藏了起来 主人 兔子认为你是修行过度造成的损伤 休息一下下应该就会好 死亡淘汰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老要不要准备一下 对啊 差点将这件事情忘记了 兔子插了一把冷暗 好险呢 差点就兔命不保 与此同时 死亡淘汰赛直播现场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详细的排行榜 不是吧 秦冲排到三万名 他怎么说也是荒谷第一天交 这七年来 秦冲基本都没怎么出手 而且他的年纪实在不占优势 大家静一静 今天我们请来了知名五道宗师马呆国 至于秦冲为什么被排在三万名 就请我们的马老师与大家讲讲 大家好 我是马呆国 是五连编的创始人 关于秦冲为什么排到三万名 这是经过专家的反复分析后得出的结论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 就是杂而不禁 众所周知 秦冲随便拿出一项技能都能让无数强者疯狂 但是都并不代表强 不然他为什么七年时间还没突破05进 此次参加淘汰赛的人员 入道进的强者就有数千人 0578层的更是多如牛毛 秦冲那超凡九层的实力真的是不够 马老师分析的很有道理 据说秦冲加入月神功后 天天都沉迷于女色 已经将修炼仪式抛出脑后了 怪不得他七年时间还困在超凡境 马老师 你觉得秦冲有没有可能 如黑马一般杀出重围呢 绝对不可能 武学之道历来都是在经不再多 老夫之所以能成为五道宗师 也是我精于五连边 像秦冲这种不够专精的人 他拿什么来逆风翻盘 马老师不愧是专家呀 说得有理有据的 此时在房间里的我 大大的打了一个喷嚏 是谁在说我坏话 兔子哀求地说道 主营 兔兔这么可爱 您就不要带我去比赛了 我可不会惯着他 直接将他带进了比赛场地 主营啊 你这是要害死兔啊 什么样的主人带出什么样的宠物 两个老六终于要下猛料了 一大包母猪也疯狂 直接就到进河流上游 当我进入生死战场后 并未去寻找对手刷积分 我四处逛了过 发现战场内到处都透露着死寂 这生死战场果然名不虚传 就在这时远速传来的打斗声 我直接掉头朝着反方向跑去 主人 你干嘛不上去 说不定还能捡漏吗 你急什么 目前还有数十万试炼者呢 而且这里的妖兽也是堕入牛毛 现在加入战斗不仅收一手 还会陷入到大乱斗中 我们找个地方保存实力 等到后期再出来收割不香吗 而场外的解说员也一直关注着 经过一天一夜的淘汰 曾经的天骄秦峰 竟然从三万名跌到五万名吗 我就说过了 像秦峰这等过于自负的天骄 一旦遇到挫折 便会一举不振 台下的观众也议论了几 看来这秦峰应该是遇到挫折了 不过会是谁将他击败的 会不会是明剑山庄的少庄主一剑 据说他已经达到入道境 而且还领悟了三级剑意 很有可能 少庄主昨天傍晚已经进入88名了 一个晚上过去 现在已经躋身到了67名 看来他击败了不少人了 与此同时 大家的目光都在关注着秦峰 秦峰嘛 看来我以前是多虑了 哼 秦峰 你也有今天 本公主倒要看看你怎么收场 略神宫内 这个臭弟弟在干嘛 不去好好比赛 又跑去哪里偷懒了 正如芷源想的那般 此时的我正悠闲地在河边钓鱼 主人 我们要去战斗了吗 我站起身来 算算时间也应该差不多了 兔子将武器递了过来 我用教育的口吻说道 宏子曰 君子不气 兔子有点猛圈 这是啥意思 我解释道 就是君子是不屑用武器杀死对方的 主人最近的逼格又进步 本兔竟然完全听不懂 这些天骄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 现在应该都口苦 只要我在水中丢下几十斤的母猪也疯狂 那我不是就能随便收割了 兔子见我拿出一大袋母猪也疯狂也是一斤 主人 要用这么多吗 会不会玩得有点大 要玩就要玩大了 正所谓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 两个老六开始疯狂地往河里倒药 一场好戏马上就要上演了 一大袋母猪也疯狂 直接就到进河流上游 只要等人过来喝水就能收割了 两只妖兽朝着河边走去 当他们喝下河水后 直接就玩起了骑马游戏 可就在这时 一大波试炼者来到了这里 这里有两只妖兽 我们合力杀了他们 小心 这两只妖兽的等级不低 他朝我们冲过来了 此时我与兔子正在树上观战 他们打得好激烈啊 这妖兽有妖效的加持 好像变得更猛了 不过试炼者还是占着人多的优势 将两只妖兽给抹洗 太好了 这么强的两只妖兽 我们的排名又能更进一步了 大家都去洗洗吧 都是血腥味 很容易再引来其他妖兽 正好也补充一下水 当他们将水喝进肚里后 等等 我怎么感觉有点燥热 为什么我有一股莫名的冲动 想要将他们狠狠揉虐一番 三人开始缓缓地朝着彼此靠近 下一秒他们顿时惊醒 什么情况 难道我的性取向出现问题 错觉 一定是错觉 可就在这时 又有两个女子来到河边补给 师妹 你刚刚那招真的很厉害啊 还是师姐厉害 多亏了师姐 不然今天也不会这么顺利 当那些男的发现有女人出现后 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了 两名女子吓得连连后退 你们想做什么 嘿嘿嘿 美女不要紧张 我们只是想和你们交个朋友 说着就将衣裤脱了下来 女子吓得连武器都丢了 舞者眼睛掉头就跑 哈哈哈哈 反抗吧 你们越是挣扎 我就越越兴奋 就在这时我出场了 大胆狂徒 放开那个女孩让我 女子见到我也是一喜 是秦峰 他来救我们了 两个老六网合力猛到干货 来喝水的人全部都中招了 他们开始追着女孩不断发情 而我也在关键时刻出手 放开那个女孩让我来 我一剑就斩响男子的要害 一个刺眼尖叫响起 鸡头直接被切了下来 恭喜 成功断气子孙 获得一千点反派积分 男子从个舞柱当步啊 直叫 其余的人也亮出了武器 哪里来的臭小子 竟然敢伤我兄弟 他还没等他 说完 我再次斩出几十道剑气 一大群尖叫鸡飞了起 系统也弹出一连串的提示 公司 成功断气子孙 获得一千点反派积分 所以人都捂着当下哀嚎了起来 而兔子也开始打扫战场 我兔今天要发财 这可比介绍主人去卖肉赚的快多了 我故装严肃地说道 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 今日对你们想成大敬 希望你们好自为之 对方也是被我忽悠住了 多谢少侠出手制止 不然我等今日就要酿下大祸 他们被我斩了尖叫鸡 还要对我感恩戴德 一群人全部捂着当下 灰溜溜地全部离开了 当然 秘境里的画面是与外界链接的 此时的月神很想挖个坑桩进去 这小子的底线在哪里 你们不要看我 我和这小子不熟 真的没想到啊 秦风竟然会用这样的手段来打败敌人 月神心中怒气已经挖满 就算你自己不要避脸 但是能不能考虑一下我们月神宫的脸面啊 画面回到秘境中 当我发现嘎鸡头能转积分后 我立即跨下海口道 来这里只有三件事 嘎蛋 嘎蛋 还是嘎蛋 兔子也是信誓旦旦说道 本兔来这里也只有三件事 搞钱 搞钱 还是搞钱 接下来一批又一批的受害者出现 秦风这个牲口 竟然在水源里放了猛料 如果水源都被他动了手脚 那接下来我们去哪里找水喝 听到对方的话 我与兔子立马就做起了生意 卖水了 卖水了 数量有限 价高者得 现在起拍价格一千块几品零食 无耻 真的是太无耻了 诸位 我们联合起来与他拼了吧 所有人都是怒气满满 他们赤红着双眼朝我走了过来 你们这是要干嘛 难道我长得帅 你们就要这样针对我吗 小爷我不陪你们玩了 说着我挥手向天空抛出许多药 哈哈 你们好好享受吧 我们来日方长